长生不老 不知多少凡人梦寐以求 因此踏上修仙之路 然而这逆天形的追求 必定会招来天罚 那是一道足以将一切 移为平地的子雷 也是修仙之路最后一道难关 人称天节 琢厄戴绿的群山 蜿蜒的长河 如同磐蛇环绕山脚 两岸万木蒸戎 湛蓝辽阔的天空中 缥缈的几缕雨云 恰好构成了一幅 养去暗凉的淡漠山水 恰似腾云而起 一幅鸾子凤太 在这巧夺天空的壮丽景象之中 却落着一座破败的山门 山门虽破 太琼门自己却依然清晰可见 虽名不经传 山门也破 却也是货真价实的修仙门派 沿着台阶一路向上 三两房舍 落在山头 虽外观简陋 但云雾缭绕之间 倒也有十足的仙佳气 其中 一座建在最高处的房舍里 龙中鸟紧张盯着眼前之人 死人虽然看着年轻 却正是太琼门 现任掌门人真河图 充满睿智的汗水 从嘴角流淌下 清明师妹 有没有听过碧雷针这种东西 师兄嘴里蹦出来的新鲜玩意太多了 就算说过 估计也记不住了 简单的讲 就是一种 可以将雷电引入大地 从而避免房屋被雷击的东西 河图眼冒绿光盯着这个金属鸟笼 感觉很适合用来做碧雷针 清明清冷的声音传来 师兄是不是饿了 河图赶忙擦掉嘴角口水 打着哈哈 师兄一点都不饿 完全没有想过 要红烧清明的女 那可是师父送的一物 师兄这样饿着肚子清明也很难过 可惜 家里最后一点粮 也在昨天刚刚吃完 河图思绪不禁飞回了二十年前 自己在公司加班后一觉醒来 光着屁股来到这个充满灵气的世界 师父不仅没有一招 掌心雷解骨自己 反而收自己为徒 成为太琼门唯一的地 一把虫子一把虫子把自己喂养长大 殊不知依旧摆脱不了凡人的身份 无论师父为了多少五行虫 都永远停留在练习气 今天看来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肚子咕噜咕噜的声音打破了两人的平静 现在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要不下山去看看 没准能碰到好些人施舍些吃的 师兄不能下山 那就待在这里等清明 就好了 师妹不经意露出受伤的额头 让河图一阵失神 就在其转身要下山之际 被师兄叫住 只见河图突然精神抖走 这就去山上林子抓些野味 爱爱爱爱 清明脑袋卡壳 明明师兄刚刚饿的肚子都在叫 河图快步往山上跑去 不忘让清明快点跟上 清明哀的一声叹息 还以为师兄会答应让其下山呢 两人的离开 让小巫瞬间安静下来 只留下劫后余生的龙中鸟 独手空防 林子这么大 真的能找到野兔什么的吗 河图一来到这个世界 眼里就能看到这些东西的详细解释说明 就跟玩游戏一样 连效用都能看得明明白白 这种能看清物品属性和效用的超能力 河图是从来没跟别人说过的 就连看人 也能将这个人看得清清楚楚 一切事物的基本信息都能直接呈现在眼前 当然地上的小动物不例外 比如现在躲在树桩后面的兔子 还是一直能吃的兔子 想不看到都不行啊 河图向师妹嘘了一声 捏手捏脚地往兔子的方向靠近 就在这时附近草丛团团来嘈杂之事 刘师弟 身为五连建宗的人怎么能这么损 可是刚刚路上师兄也看到了 那片树林有古怪 河图暗教不好 怎么这个时候来人了 杨伟瞪着自己师弟 那也不能不顾师命 直接回去吧 别忘了是为什么来这里的 杨伟逼着师弟流产自爆家门 壮壮胆 蚊子叫的声音让师兄瞬间进入暴走模式 流产猛地深吸一口气 一字一句如平地惊雷 炸得河图耳膜剧阵 眼看到手的猎物在眼皮底下开溜 河图撒腿狂追 兔兔那么可爱 不吃太可惜了 终究是迟了一步 只能眼睁睁看着兔子越过浮路 河图急忙停住脚步 喊住了一起追赶的清明 虽然有些不甘心 但规矩不能破 清明有点沮丧 爱 只能眼睁睁看着晚餐跑了 河图脸色凝动 没办法 这条边界不能踏出去 仿佛感受到了河图的沮丧 天空中雷声滚滚 河图眼神空洞 好似原神出窍一般 一旁的清明安慰起来 师兄没事的 实在不行的话 还是下山去找些吃的吧 河图耸着脑袋 转身离开 叫上清明开启另一个受力方案 小师妹虽然有些担忧 但还是对师兄无条件信任的 此时 坏了河图好事的五连剑踪 两人正稍作休息 悬然不知背后多了两双眼睛 正充满怨念地盯着两人 河图看着师妹 盯着两人手上的大笔咽口水 摸了摸小脑袋 保证会把两人包里的干粮片过来 就当是补偿错失的考野兔了 这个山门破破烂烂 流产一脸迷糊自言自语 难道几十年前 魔窟长老真的来过这里 顺手把太穷门灭了 但这护山大阵还在啊 再看看这贴满俘禄的山门 心里已经在想着回去 怎么跟师父 汇报太穷门有可能被灭门这件事情了 这俘禄形成的结界 看得两人发忙 杨伟打着哆嗦 这苍山邪乎乎的 这大白天的 都让人觉得潮湿得很 还是把信放在这里赶紧走吧 然而师兄 好像不乐意 就这么一走了之 如果 将信亲自交到太穷门掌门手里 还可以顺便讨点丹药 忽然山林中惊起一群飞鸟 恐怖的兽吼声 从林中深处传来 流产画风一转 身为五连剑宗的弟子 一定要高效率地完成任务 及时 回去赴命才是 师弟有这样的觉悟为凶 很是欣慰 等到现在都没有见到人来 这还是主动敲了 护山大阵的情况下 流产扔掉手中信件头 也不回撒腿就跑 河图看着五连剑宗门徒 即将远去的背影 怎么可能 让这两人就这么走了 大门缓缓打开 两位可是五连剑宗来的道友 来太穷门 有何贵干 杨伟和流产被声音吓了一跳 两人互望一眼 随后赶紧转身 就见到穿着日月阴阳袍的真河图 正从台阶上 慢慢地朝着山门这里走过来 在那河图的身后 隐约还跟着一个小人影 那当然就是清明了 终于看见一个大活人了 还以为太穷门的人死光了呢 两人赶紧恭恭敬敬行礼 不敢有半点怠慢 受师父之命前来 太穷门送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件 话音刚落 信封在天空缓缓落下 场面瞬间安静 流产扯着嗓子喊 这么重要的信封 怎么能随便扔在地上呢 杨伟先是一棱 正想反驳 可是话到嘴边 又让师兄给对了回去 只能独自在后面生奔气 流产打着哈哈 把信重新捡了起来 不好意思 刚刚一时匆忙 师弟就直接将信留在地上 还请多多包涵 回仙长 弟子是奉了师父的命令 从五连建宗赶到苍山 特意来邀请太穷门 参加我派冬至日举办的一宝大会 这是掌门亲自写给天众真人的信件 何图对着门内 房屋适应 老人家出门 云游去了 流产也是老油条了 立马把信封递给了何图 拉着杨伟头 也不回 就准备开溜 这地方 是一刻也不敢待下去 何图面带着高深莫测的笑容 随手一抬 两位为了一封信 远道而来 太穷门也不能怠慢两位 这里正好有刚刚炼制好的灵丹 定恶丹乃是猫妖内丹所致 可以赠送给两位 希望能在两位小友的成仙路上 注意避之力 定 定什么 杨伟小声地看向流产 刚才何图虽然说了一遍 但是那丹药名字实在有点拗口 最关键是 没听说过 清明在旁询问 师兄怎么知道 两人需要丹药 关于何图为什么会知道 当然是因为看得见 不仅仅能看见对方的各种信息简介 还能看见对方的实时心情变化 何图归结为过去程序员身份的加持吧 流产抱拳回绝 凶台过滤了 五连建宗遵从师命义不容辞 不求回报 两位不用这么客气 毕竟 贵派掌门与家师是试交 礼尚往来再平常不过 这定恶丹还请笑呢 先常说的是定恶丹 流产一阵激动 强撑着脸面 还是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却没有注意到 身后杨伟略微的心理变化 何图沉着脸不再言辞 下一次再开口 说送丹药的时候 绝对不能再拒绝了 流产的心情急转直下 时迟等过来何图再次开口 何图感觉差不多了 这才清了清嗓子 再次客套起来 流产不甘有丝毫的怠慢 满脸写的都是高兴 已经将包裹里的信封 恭恭敬敬地递了上去 后面的杨伟一脸不甘 又被师兄抢先了 何图瞇着眼打开包裹 抬手在里面一阵摸索 甚至连宽大的袖子都塞进去了 将包裹重新系起来 朝着流产一抛 正好落在流产的手上 流产正要拆开包裹 却被何图出手制止 定恶丹 奶猫10丹炼至7749月 方才可成 自有它特殊的地方 欲光而化 欲水而消 欲风则灭 已在包裹上施了法 若是现在打开 只会白白浪费一颗灵丹 流产急切地问道 仙长 那何时才可以拆开包裹 不可说 不可说 有缘者自可得 何图说完转过身 带着清明就往回走 两人的身影 已经悄悄隐没在云雾之中 宗门砰的一声关闭 五连剑宗两人 这才举着包裹庆祝起来 流产眼睛一瞪 对着师弟就是一记耳光 手放哪呢 人家都说了 不能随便打开包裹 不然 这仙丹就完了 山林深处 飞鸟和野兽正在四散而跑 两人被这诡异的事件 吓得瑟瑟发抖 直呼此地不宜久留 何图两人看着 两人落荒而逃的样子 很是满意 毕竟 那些吓唬人的声响 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清明看着两人渐行渐远 师兄怎么这就放他们走了 何图咧嘴一笑 手上不知何时 已经放满了干粮 五连剑宗两人下山 速度不可谓不快 师兄 要不我帮忙背一会包裹吧 流场怀里的包裹又紧了紧 生怕杨伟忽然抢去 杨伟不依不饶 双手已经不自觉伸向包裹 两人大眼瞪小眼 身为师弟 当然要帮师兄分担 说完一把扯住包裹 在两人不断争抢之下 包裹终于不堪重负 破裂开来 包裹那东西四散非剑 丹药小瓶重重摔落四分五裂 好不容易求来的丹药机缘 付诸东流 一场辛苦白费了 就在这时 外面的天色却忽然地暗了下来 屋外 黑压压的云团 由四面八方聚集而来 连接到了一起 像是铁龙一样 将整个苍山笼罩其中 有紫色的光芒 隐隐闪烁其中 发出沉闷的响声 整个苍山被一束 树成片的紫色天雷 染成了恐怖的紫红色 河图和清明一同看向屋外 河图一脸凝重 师弟快些跑 这是有大能在渡天节啊 若被天雷过几 我们两个的道行和修为 行身俱灭都是轻的 流产已经急得满头大汗 要不是怕死 恨不得能团成一个圆 从山上滚下去 杨伟魂都快下没了 连滚带爬的赶紧起来 跟着师兄 就朝着山脚下 继续没命地跑了起来 这太穷门也太怪了 山门破得要死 还以为是小门小派 都还没走到山脚下呢 天节的雷云就来了 这位杜杰大能怎么想的 流产和杨伟不知道 现在只想着赶紧逃命 那头顶上的天雷 已经越来越近 刚跑出雷结范围的杨伟 直接晕了过去 流产只见到远处的天雷 一闪 耳朵被雷声锁充斥 翁声大作 脑门被飞溅而来的石头 重重锤了一下 随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就在流产和杨伟晕倒的时候 整个滬山大阵 如同一层弹壳一样 从半山腰开始 将苍山包裹起来 紫色的天雷击打在滬山大阵上 整个滬山大阵 都被打得晃动不止 而在滬山大阵内 紫色的雷电并未消散 而是顺着 整个滬山大阵不断的蔓延 汇聚在一起 形成一条条的水痕一样 清明站了起来 抬手指了指黑压压的雷云 掌门失凶 滬山大阵没了 当河突抬头看过去的时候 滬山大阵轰然倒塌 快跑 河突就来得及对 清明小师妹大喊一声 头顶上轰隆的巨大雷鸣 和紫色的天雷 已经同时降下 河突还来不及反应 浑身上下都被紫色天雷笼罩其中 那紫色的天雷 并未像先前的天雷一样 一闪而过 反倒像是一道紫色的光柱一样 源源不断 河突被垫得整个人悬浮在半空之中 身上的白色修行衣衫 尽数撕毁 化为粉末 天雷的威力 顺着整个太穷门的地砖 密不开来 杂乱的电壶围绕着河突盘旋闪烁 这是河突承受的第999次雷尖 这个少年趴在地上 脸贴着地面 身上没有半点布料 没有动弹 浑身冒着白烟 偶尔可见紫色的雷光 在其身上发出噼啪的细微声响 烟尘在雨幕中 并未扬起多高 清明看着眼前的一切 水滴顺着他的脸颊 落到下巴 清明快步跑到了河突的身边 看到掌门师兄紧闭眼睛 身上散发着一股烧焦味 不料河突突然睁开双眼 醒来的河突 急切喊着清明的名字 这雷杰的威力 可不是这丫头 受得了的 清明一个虎窟闯进河突怀里 掌门师兄没死 一颗悬着的心就此落下 太穷门掌门人河突 垂首而立 神情坚毅 语气坚定地说道 去五连剑宗参加一宝大会 护山大镇被天雷劈的消失 防射也都毁得差不多了 继续在这里住 显然也不可能了 思来想去也没有地方可去 倒不如去五连剑宗碰碰运气 生活了二十年 还是很舍不得的 有机会还是会回来的 师父虽然走了 自己和小师妹就是维尔传人 不说重振门派 发扬光大 但起码要保证 能够安安稳稳地传承下去 才算对得起 师父他老人家 当然 还有一种师父 还活在某个地方的可能性 在两块木板留了自己 两人手拉手去收拾行李 次日 原先最高处的房屋 现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 除了太琼门的宗门牌坊 还在苦苦支撑 河图和清明背着行囊 渐行渐远 清明紧紧地 蹬在掌门师兄的身后 每一步的脚印 都踩在掌门师兄的脚印之中 雨后的烂 不想弄脏了鞋子 河图突然停了下来 等等 随后抬起了手 指向了远方的天空 有两个人 在朝着宗门方向飞 清明顺着手指看过去 什么也没看见 太琼门 没了护山大镇 紫阳真人和赤霞仙子 就没了任何的阻碍 直接飞到了太琼门院落 停了下来 没想到 这么偏僻的地方 一无灵土 二无灵水 竟然还有仙门存在 昨日那位渡劫大能 应该是扛过天节了 不然此地 还能保持完整 师兄这里还留了字 刚刚写的 看完了木牌的内容之后 忽忘了一眼 太琼门 既然能去参加 五连建宗的一岛大会 那起码不是邪门外道 这一点 让赤霞仙子 和紫阳真人 多少有点放心 紫阳真人点了点头 要是真能在一宝大会 遇到那位 刚刚得到飞升的大能 那肯定要表明身份 求教一番 对方看在逍遥宫的面子上 没准会指点一二 能被这样的修仙 大能指点 那绝对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机缘 两人再一次腾空而起 遇见飞行 只不过两人 才刚刚遇见飞行没多久 还没有飞出苍山的范围 就看见了 有两个人影 正朝着山脚下的方向前行 那两人似乎也看到了 天上飞行的赤霞仙子 和紫阳真人 驻足抬头观望了一下 随后又朝着山脚下 移动了起来 和图之前就远远地 看到了两个修士 朝着太穷门方向飞过来了 也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 和图不想惹事 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实在不是自己太过谨慎 主要是从小到大 一直都听师父说 修真戒如何险恶 修行之人杀人夺宝 多么不要脸 说的有模有样 就好像他老人 在年轻时候干过一样 不过他不想惹事没用 那两个修士 已经飞过来了 和图面子上 保持着镇定自若的样子 紫阳真人和赤霞仙子 也已经飞到近前了 两人的身边 自动出现了详细的面板数据 紫阳真人两脚 才刚刚粘的 随后朗生问道 两位道友请留步 请问两位是否是太穷门弟子 和图心里想着这两天 怎么这么多人来太穷 正是 两位真人有何贵干 紫阳真人 一听对方是太穷门的人 立刻双手一合 在下蜀山逍遥攻守图 紫阳真人 这是师妹赤霞仙子 途经此地特来拜会 赤霞仙子只是一眼 就看出来 这小姑娘资质 远远在自己之上 和图是一脸懵的 这两个金丹七修士 竟然给自己行礼 就因为是 自己是太穷门弟子 人家给面子 自己也不能借机 就传上了 为人处事 要张弛有度 把握好分寸 生活如戏 全靠眼睛 原来是真锦明真人 和清明仙子 久仰久仰 紫阳真人 虽然说的情真意切 但和图知道 都是客气 到了金丹七的修士 同道中人才会得与尊号 称为真人仙子的 他才练气 肯定是称不上的 这两人也没说实话 明明是昨天看到天节了 今天才过来 却说是偶然路过 老头老太不坏得紧 至于为什么不说实话 和图也能猜到的大概 不过很多东西 看破不说破 家师出门有事 我和师妹 也要赶着去五连建宗 门内现在也无他人 也就不多留两位真人了 告辞 和图说完 拉着小师妹清明 就往山下走 紫阳真人 和赤霞仙子 站在原地 嘴巴动了动半天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赤霞仙子和紫阳真人 对望也 两人在脑海内开始 神识传音了起来 这小女孩的身份 应该不低 会不会是 昨日飞升仙人的女儿 这女孩 穷灵欲至 仙缘身后 远在我之上 何图尴尬地 看着这俩货 这大概就是 师父说过的脑内传音 现在应该再通过神识 暗中通话吧 看心情 大概能猜到 两人在聊什么 警明真人 清明仙子请留步 从怀里 就掏出了一个小刺瓶子 此乃我鼠山 逍遥公布传之秘药五行 聚灵丹 对于练气期的修饰 是极好的灵丹妙药 合图看了看 心情一点波动都没有 自己8585521 练气质放在那 不过这本来也不是 给自己的 是给小师妹清明的 既然紫阳真人 如此坚持 那就确之不公了 今日还有要事 就不留两位真人吃饭了 先路慢慢有缘再见 将紫阳真人 赠送的五行聚灵丹收了下来 转身挥手道别 先礼后兵 挖坑给我跳 不管了 占了便宜赶紧闪人要紧 世霞仙子突然闪身到跟前 我师兄话 还没说完 小兄弟别着急走啊 合图心虚敷衍着 漂亮姐姐 咱们萍水相逢 也没什么好说的 自己兄妹还得赶路 行得方便吧 紫阳真人也走了过来 两位准备去哪 来日方长可以交个朋友 合图现在 只想赶紧溜 天地之大四海为家 就此别过后会无期 待到合图和清明走远之后 赤霞仙子才皱着眉头 这小姑娘好傲的心性啊 从始至终一言不语 冷若寒冰 丝毫不受自己身上 惊丹之气的影响 紫阳真人无奈地笑了一下 师妹若是有个 子雷天节飞升的爹爹 也是和她这般傲气 吾辈既不能雪中送炭 那便锦上添花 日后也好杰的善果 紫阳真人敦敦教会之后 将背后的仙剑法宝 朝着天空一抛 人已经腾空而起 稳稳当当地 落在了仙剑之上 出发吧 太穷门 既然已受到邀请 那位再是仙人没准 也会去五连剑宗 有的是机会 请叫仙人 仙路遥遥 切莫及到啊 山不再高 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五连山位于北州 作为五连剑宗道童所在 其中风鸾叠杖 崇山峻岭之间 高山深见 悬崖峭壁随处可见 山下不远 则是一座名为云梦的县城 比起苍山的千里无人 五连山脚下的云梦城 那是四驱八街 往来商旅川流不息 绕山而见的石木战道 就像飘带缠绕在山体之间 峡谷之中 升腾着神鬼莫测的阴云山起 犹如薄纱飘带 一个穿着阴阳日月袍的年轻男人 正缩着脖子 拢着袖子坐在车板子上 斜靠着后面的车厢 河图哈着白色的气 五连山的天气比起苍山来 那就冷得多了 车夫这时提醒 要去五连建宗 就要到莲花峰去 云梦城中 都是些求仙问道的凡人 河图倒也干脆 既然不能再走了 就只能道别 不过有个小小请求 能拿草药抵车费行吗 车夫同样试得干脆 二话不说 把河图揍成猪头 气呼呼地驾车而去 莲花峰孤旋在悬崖中间 河图有点犯难了 想要过去 就只能预保飞行 站在悬崖的边上 正在犯愁 扭头却看到远处 有一条铁锁桥 河图看了一眼 惊讶地发现 这桥竟然还有详细说明 这炼魂乔光看说明 好处良多 有便宜不占飞人也 过了再说 不过才走了几步 河图就感觉到 身后的清明 好像一直在发抖的样子 二话不说 就把旗背到了背上 然后就这么继续过桥了 一路上有惊无险 花了十分钟的时间 总算是走过来了 河图倒是没太大的感觉 不过清明小师妹 就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路都是自己 背着她过来的 难道这铁锁桥 有什么古怪 河图想了一下 回头看了一眼铁锁桥 又看了一眼小师妹 愣住了 不愧是仙门大派啊 走一趟铁锁桥 除了机缘异象 没变化之外 小师妹的五位属性 全部提升了一点 看来这铁锁桥 果然是五连剑宗 用来锻炼内门弟子的 河图想到自己 有没有提升 赶紧看向自己的属性 所有的属性 还和原来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变化 唯一不同的 就是技能栏那边 多了一个新的技能 瞒天过海 能够隐藏自己的修为 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炼气器修士 能洞察心炎 以作应对 河图看到技能说明后 愣住了 自己本来就是炼气 这技能有个什么用 这个心炎是什么 完全没说明啊 河图有点不服气 决定再走一遍铁锁桥 誓言要把自己的属性 全部堆到不能堆为止 不过扭头看向铁锁桥的时候 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整个悬崖之间 轰荡荡的 河图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不敢问 看了看四下无人 算了算了赶紧走吧 就当无事发生 河图拉着清明小师妹 朝着远处 飘渺之中的大殿走过去 那主殿看上去 还有不小的距离啊 莲花风为掌门所在 也是整个五连剑宗 最核心的部分 店内有一个 鹤发童年的男人 正是五连剑宗的掌门 白松真人 有人走过了炼魂桥 白松真人一句话说的 轻描淡写 但是下面的那些风主们 则是一个个都如同 晴天霹雳一样 四斋真人 立马站出来 怎么可能 炼魂桥 是我亲自所上的 还没到五年后的 仙缘大会 炼魂桥结界 是不可能打开的 假酒真人 不以为然 掌门说有人通过 还能骗你不成 姐姐被人破了呗 这炼魂桥 自祖师设立以来 从未有人通过 再如何的天纵其才 也不过走到一半 便无法坚持 会不会是来参加 一宝大会的 某位大能 故意挑战 白松真人 又一次抬起手 打断了众人的争吵 炼魂桥 自先门建立衣食 便已存在 用来挑选 有资质的地理 境界越高之人 在桥上 所受苦痛便越多 就算是本尊 都无法做到 掌门的意思是说 有其他门派的大能 破了结界 然后让自己门下的弟子 走过了炼魂桥 白松真人眼神一亮 随后又凝重了一下 手指掐在一起算了算 最后才舒展开眉 来了两个太穷门的小道友 想要拜见我 走过来的 算了算 时间刚刚好 四百年前 白松真人 才刚刚拜入五连建宗 与同门师兄弟 一起被派往各门派求学 当时就在太穷门 遇到了天重真人 因为在太穷门 跟随的师父 是同一个人 两个人就以师兄弟相称 四百年间 也偶有书信往来 这次的一宝大会 自然也邀请了太穷门 算算到达的时间 走过炼魂条的人 十有八九 就是那两人 合图在外面等了一个时辰 肚子都饿扁了 师妹吃了五行聚灵丹 以示住机器 不需要进食了 自己可受不了 门外小厮更是故意叼呢 只能在外面干等着 就在这时 大门缓缓打开 合图猛了 五位化神奇大佬 一字排开俯视而下 这就是仙门大派啊 这就是五连建宗的实力 还不包括那些 退居幕后的老怪 就在合图 打量着他们的时候 众人也在看着合图 准确来说 是看清明 这是何等仙人之才啊 这个境界 才到助机的小修士 就是方才走过了 炼魂桥的人 至于边上的南修 这资质也太差了吧 放在五连建宗 那是静明 都有点够呛的 好像才刚刚开始 练七七而已 这人就是太穷门掌门 四个风主用神识 聚在一起聊天 聊得正开心呢 却没发现 合图已经瞪大了眼睛 这四个人 在脑海里的聊天 完完全全的显露 在合图的眼前 名字是蓝色的 说话内容的字体 是白色的 还带对话框的那种 就跟聊天群一样 难道这个是因为 被动技能 瞒天过海的缘故 能洞察新年 估计修士们 神识聊天就是新年了 白松真人率先打破瓶颈 我与你师父 已有四百年交情 便不用这么生疏 便喊一声白松师叔好了 合图很快就喊了一声 白松师叔 白松的化神七师叔 不喊吃亏啊 清明见到合图喊了 也跟在后面喊了一声 聊天群又炸开了锅 通通比喻合图的不要脸 认清的全过程到这里 也就算结束了 合图酿酿了一下感情 而到这里来 除了是来参加一宝大会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相求啊 白松真人点了点头 掐指算了算 皱了皱眉头 摆了摆手 警明失职 且说 合图赶紧把自己 一路上想好的求庇护的理由 说出来了 自从师父离开之后 没事就打雷 还打子雷 天杰的事情 合图没打算瞒 也瞒不住 要知道杨吻 流产两师兄弟目睹了子雷 那子雷天杰太吓人 太穷门的护山大阵不行了 五连剑宗的可以勉强用一下 哪想到白松真人突然 微眯起了眼睛 一言不语 就好像入定了一样 合图心想 自己半真半假掺着说 料你们也识不破 师侄的难处我明白了 那么在天仲师兄 回来之前 两位师侄可以赞助五连剑宗 合图只能在内心里 再感谢一下生死不明的师父 然后就带着清明小师妹 一同离开 嘿嘿 暂时不用担心被雷劈的危险了 假九真人掐着硬诀 算了一会陈阴道 九成九 就是那个叫清明的小丫头过的炼魂桥 五连剑宗 有一门神通叫大普算术 极为玄学 掌握最好的 就是假九真人 既然假九真人都开口说了 是九成九的可能性 那基本就是实锤 白松真人也翻着白眼算了算 都回去吧 今日就到这里 此事关系重大 莫要声张 这两位太穷们的小道友一时半会也不会走 何图转身回了屋子 不过就在自己打算关门的时候 却发现清明并没有回去自己屋子 反倒是站在自己房屋门口的地方 何图没想到 清明小师妹还挺任床的 这一路上跟着自己风餐露宿 倒是没见到清明有这样的情绪 何图让到一边 给小师妹让出了一条道来 清明也是二话不说就走进来了 何图倒是没什么心理负担 毕竟才不过十一岁的小姑娘 床铺被扑开的声响 紧跟着清明躺在了边上 清明突破炼器进入住机之后 其实很少需要睡觉 就连吃饭都没什么需求了 不过跟在何图身边的时候 清明道还是一切照旧 该睡睡该吃吃 不多时 讲故事的何图已然酣睡 原本睡在床上的清明就这样 看着掌门师兄 外面已是天色大亮 冬日的暖阳 照在上面显的院落里冷冷清清 走在风景如画 须近通幽的走廊 如同进入大观园一样的美景中 饿着肚子的何图 愣是没找到类似公共食堂的地方 正巧看到一处幽静的池塘 里面游着一条条肥瘦的鱼儿 五色金莲鱼 修仙界鲫鱼 如果是在苍山这鱼已经下渡了 可这毕竟是五连建宗 坐在亭子里 看着满池塘的鱼儿 何图有点安耐不住了 边上的清明 倒是一脸懒洋洋的表情 像是波斯猫一样的眯着眼睛 坐在亭子里 阳光静好 就在清明享受着难得的清闲 何图思考着在哪里生活的事情的时候 却见到不远处 有几个人正朝着这边走 一群人 鄙夷地讨论这连气气的掌门 走到了亭子前面 如人真人已经走到了亭子前 看到清明那怒目原争的表情 就知道刚才说话被听到了 回想起师尊交代要注意 那太穷门的小姑娘 虽然没说理由 倒让人有些好奇 表面文章要作读 转身呵斥了身后 议论是非的宝连峰的弟子们 如人真人之前 并未正眼瞧过何图和清明 正准备上前客套一下 未等开口 就听见清明冷冷的声音传来 走开 这回被清明一枪声 正眼瞧了一眼 这一看便觉得清明 是个极具天赋的女修 何图正在池中抓鱼 一看师妹心情直线下降 转身询问发生了什么 从池中起身 一看这场面就有点头大 卢人真人恭敬的行物 方才不知是太穷门掌门人 多有冒犯 还望海岸 宝连峰内门弟子 修为已经是金丹二品 何图抱拳回礼 出门见惯了冷嘲热讽 此人态度温恭 犹如谦谦君子 不料 此人心情却出卖了自己 极好的顶卢加一百 何图看着卢人真人 飙到了四百的心情 皱了皱眉头 拿其他修饰当给姑 这是邪门外道的做法 五连见宗是名门正道 但卢人真人 却想着把清明当顶卢 这里面问题就很大了 是才是师弟们出言不逊 看这位小姑娘 才刚刚到住机器 为了赔礼 我便度一点金丹灵气 话还没说完 卢人真人已经迫不及待地 为着清明伸出了一只手 何图挡在了清明 和卢人真人的中间 先不说卢人真人方才表现 还有他将清明 当作顶卢的意思 何图伸出手 就要阻拦卢人真人 就算是他一切如常 何图也不可能允许 陌生人随便给清明 度什么金丹灵气的 但卢人真人 没有任何收手的意思 反倒是任何图的手拦 在自己面前 何图伸手抓住来人手腕 只觉得一股寒气 从卢人真人 抓住的手腕上传了过来 但那股寒气 才只是刚刚察觉 就没有了任何感觉了 这度的哪是什么金丹仙气 只是五连见宗的五连灵气 五连仙法属水 灵气致寒 像何图这样的练气气修饰 虽不致死 但可让其武器混乱 寒气透体 心者大病一场 从今往后 都不一定有机会能突破筑基 卢人真人 本想看着何图 因五连灵气的摧残 而痛苦哀嚎的表情 但自己 度了一阵五连灵气之后 对方却跟没事人一样 不仅如此 何图还对其眨了眨眼睛 做了一个找死的口形 卢人真人心头冒火 正要发作 却立刻就感觉到一股灵气 顺着何图的手腕传来 那股灵气竟一路直奔自己体内金丹 随后消失不见了 何图觉得必须要收手了 再这样下去 天空中雷声滚滚 红有天节要降下来 何图放开了如人真人的手 后者急速拉开距离 金丹光乎修行之事 不能马虎 脸色一凝 正要质问何图 却听到远处传来一声 如人 你师父就是这么教你代客之道的 一个红脸红鼻子的道人 踩着酒葫芦飞到镜前 假酒真人一声呵斥 卢人后退了一步 你师父拿你 当宝贝 本尊可不会多照顾你 现在是一宝大会 五连剑宗的脸面 可不是让你来丢的 此事定会禀报场 而等 还不速速退下 看得出来假酒真人 是很不待天这位卢人真人 那卢人真人 虽然心有不甘 但对于青莲丰丰主 还是不敢造次的 对着假酒真人行了一礼 随后 就转头离开了 假酒真人看着这些人离开 一军糊涂蛋 真奇玲珑菊 马上就开了 还有贤功夫在这惹是生非 何图对着假酒真人拱了拱手 对方随意摆了摆手 不用客气 我只是看不惯卢人那腹嘴脸 和行尸作风 假酒真人将腰间的酒壶露 往天上一抛 哈哈一笑 即是掌门的失职 我自然另眼相看 小兄弟 要不要去青莲丰做做 这能混沌饭的机会 何图二话不说就带着青鸣 爬上了酒壶露 坐稳咯 假酒真人提醒了一声 便驾驭着酒壶露 朝着青莲丰的方向飞了过去 何图坐在酒壶露上 稳稳当当 不到片刻就到了青莲丰 一桌丰盛菜肴 可把何图缠坏了 但凡能说得出名字的美食 假酒真人都给达出了一样 假酒真人带着炫耀般的表情 看向两人 珍奇玲珑菊听过没有 这是五连剑宗至宝之一 内有乾坤 可容万物 虚敬听过没有 这珍奇玲珑菊 是五连剑宗祖师爷 花费大功夫 开辟的一个 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空世界 现在称呼为虚敬 虚敬的作用很多 可以当随身仓库 但这种随身带着走的虚敬 一般为了稳定性 所以容量不大 而那种不能随便带着走的仓库 就像珍奇玲珑菊一样 是有固定入口的 这种就可以造得很大 这不是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是 可以在里面 随意地制定规则 修饰进去之后 在里面发生战斗 如有一方受到一定的伤害 便会被直接送出来 大家同为金丹七修饰 想把对手一击必杀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另外一条 就是谁若能拿到五连剑宗 提前放进去的钥匙 便能够带着身上 所有的物品出来 其余的修饰 所夺到的天才地宝 就带不出来了 最后一条 就是各门派能进入的人数限制 是根据仙门所出的天才地宝 品集来的 若带着五品 宝贝便可进去一人 若是一瓶宝贝 那便可一次性进去五人 何图听完也是嘖嘖称奇 从未听师父说过 这样神奇的东西 这感觉好像做了一个游戏事件 然后自己成为了 这个世界的造物主 随便编程改变规则 然后让人进来玩一样 再加上保护机制 基本上不会死人 夺宝各品本事 要是能在珍奇玲珑菊里 赚个盆满钵满 真胜过百年修行 不过何图是肯定参加不了的 因为太穷门金丹七 和天才地宝两样都没有 卢人真人才刚刚返回宝连峰 便觉得那股窜入的灵气 在金丹之中肆虐 竟在不断地吞噬着 卢人真人的金丹 就算卢人真人 想要运功抵挡也是收效甚微 这还不是关键的 最主要的是 那种金丹不断被吞噬的痛楚 根本是言语无法形容的 突然一股剧痛从金丹传来 一口鲜血 压制不住 吞散而出 卢人真人直痛地缩在屋子里 缩成了一团 那汗水都浸湿了衣物 疼得连呻吟声都快要发不出来 颤抖着手从怀里 赶紧掏出了一个小盒子 盒子里放着一个 散发着血红色光芒的丹药 不敢有丝毫的犹豫 将那个丹药给囤进了肚子里 丹药一下肚 立马做起身来运起功法 良久 脸色才稍稍好看一些 只是眼睛里已经布满了血丝 在那时金丹 原先的二品金丹 硬生生被摧残地变成了三品 恨不得起身 就去把那太穷门掌门抓过来杀了 还有那个甲九真人 仗着自己是疯女 竟然对自己那般态度 如此大言不惭 还要去告诉掌门 卢人真人心里越来越恨 此时就一个想法 等计划成功了 一个不留全杀了 一宝大会 作为五连建宗所举办的一场修真剑的盛会 自然吸引了众多实力雄厚的仙门 蜀山逍遥宫 作为东多的正道翘楚 自然也派遣出了众多的得意门生 大多都是金丹七修士 放眼整个九州之中 都是数一数二的 掌门人带着紫阳真人和赤霞仙子 各自朝着莲花风玉宝飞行 一路上 各大仙门齐齐出动 各式各样的法宝划破长空 一个个的衣带飘飘 周身灵气拖成了长长的尾巴 踩着法宝呼啸而过 那些往日里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掌门 此时也都围着一个巨大的石头圆盘 围坐成一圈静静地等着 奔雷真人 看着坐在座位上闭目养神的白松 没有打算宣布大会开始的意思 白松掌门 各大仙门都已到齐 为何还不宣布开始一宝大会 奔雷真人说完之后 身后其他的人也是纷纷点头符合 只不过白松掌门不紧不慢地补充道 还有一个仙门味道 大家稍安勿躁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 猜测这个神秘仙门的时候 就见到在一片晴空万里的蓝天中 两个黑点正朝着这边慢悠悠地过来 白松真人面带着微笑 看着远处飞过来的河图和清明 一众仙门大佬们都迷迷糊糊的 就听有五连见宗的人高喊一声 太穷门 真景明掌门道 河图才刚刚落到地上 就见到眼前密密麻麻的传音 随处可见一些弟子之间的神识交流 白松真人伸手指向了场中巨大的石头圆盘 石头圆盘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在河图的眼中 已经出现了详细的说明 请诸位将各自所带的天才地宝 依次投入这真气玲珑菊之中 若天才地宝无假 真气玲珑菊便会将提前报名的 金丹七修士引入其中 若诸位准备好了 我们便开始吧 五连见宗掌门人和中风主们 也都一起站了起来 手中捏着印诀 从五人身上各自发出了一股灵气 圆盘发出转动的声响 很快就有一团白色的灵气 从圆盘中升腾而起 开始顺时针旋转了起来 组成了一道由灵气组成的大门 等到灵气大门打开之后 五人才同时收手 奔雷真人大笑一声 真气玲珑菊既然已开 蜀山逍遥宫就不客气 先入局了 紫阳真人便已经走了出来 手里托着一个玉瓶 此乃穷将玉露 一品灵宝 紫阳真人说完 周围也是传来了一声声的惊呼 可想而知 这手中拿着的天才地宝 是何等珍贵的神物 紫阳真人操纵的灵气 将穷江玉露送到了真气玲珑菊之中 真气玲珑菊将其吞噬之后 灵气从石盘上升起 很快出现了一排字体 蜀山逍遥宫和紫阳真人等五人的名字 赫然在列 名字显露一阵 随后刻印在石盘之上 奔雷真人得意地摸了摸胡子 都进去吧 养我逍遥宫之名 站在其身后的五名鼠山逍遥宫的弟子 化作五道光芒 被真气玲珑菊吸入其中 一边旁观的何图闲来无事 开始和清明吹嘘 有朝一日师兄带你入局 咱们也开开眼界 抢点天才地宝去 不料被旁人听到 一个连拿得出手的一宝都没有的小破门派 轰口白牙说什么大话 何图纳闷 这人不是也没有入局的机会吗 怎么感觉还挺自信的 这人也不理会何图 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我师从逍遥宫 迟早是有机会入真气玲珑菊 你却不过是炼气期 这辈子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突破 还妄图入局 何图气得牙痒痒了 不愧是名门正派 大家都好会说话 所有县门餐会弟子皆已入局 真气玲珑菊不久就会自动关闭 直到要是被找到才会再次打开 白松真人话音刚落 却见到真气玲珑菊之中 又有灵气冲出 突发的状况 让其他仙门的修士们有点疑惑 那灵气环绕在圆盘之上 很快组成了一个名字 太穷门真景名 紧跟着何图便感觉到自己飞起来了 周围一切都开始逐渐化为了一片雾气 那名字漂浮在圆盘之上 整个广场之上的仙门 也一下子炸开了锅 五连剑宗一众人等 脸色都不好看 真气玲珑菊居然出了问题 白松真人脚步青彩 腾空而起追赶何图 伸出手想要抓住何图 但已经来不及 白松真人手心往下一掏 终究是抓了个空 何图隐约间 看到白松真人朝着这边伸出了手 却扑了个空 又有一人抓向自己 何图扭头 一看是师妹清明 顿感头大 这丫头怎么就自己跟上来了 清明就这样抱着何图死活不松手 两人就这样被吸入其中 一同消失在真气玲珑菊之中 石盘上出现了清明的名字 还有伴随着自动关闭 暗淡下来的真气玲珑菊 真气玲珑菊已经关闭 再想打开 要等到十天以后 而真气玲珑菊出了问题 那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这个老头火急火燎 何图不过练气期 入局非送掉半条命不可 赶忙催促白松掌门快想办法 白松真人无奈 摇了摇头 自己救不了那两人 只能按照规则行事 万幸的是 最多受点伤就会被传送出来 事情本该如此发展 但白松真人却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何图带着清明 走在一片白茫茫的迷雾之中 何图倒是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那雾气对于清明来说 似乎颇为凝重 清明每走一步都艰难万分 如果不是何图挡在他的面前 估计早就被这零气组成的白物给推出去了 但也并非全无好处 起码何图发现 小师妹清明的助基值正在飞涨 这会已经涨了一百助基值了 这一百助基值 资质平庸之辈可能就需要 花上数十年才能修炼出来 何图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 在这片零气组成的云雾之中 也不需吃饭喝水 也不需睡觉休息 那种感觉就好像这些零气 自然而然的会提供生存所需的东西一样 就在何图胡思乱想的时候 眼前的迷雾却渐渐消散开来 感觉就好像穿越一片朦胧雾海 岂先是一片雾蒙蒙 随后便是豁然开朗 眼界清晰 何图带着清明快速冲破迷雾 谁曾想往前踏一步便是万丈悬崖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支撑着没掉下去 没有法宝 那是绝对下不去的 何图看了一圈周围的环境 所处的地方是一处山崖外突出来的石头圆盘 珍奇玲珑菊中自有乾坤天地 那是非常之大的 按照假酒真人的意思 在这珍奇玲珑菊之中 受伤到一定程度便会被送出去 但何图没打算去找人故意受伤 虽然不会死 但痛还是会痛吧 清明站在何图的身边 这次倒是一点恐高的感觉都没有了 走出迷雾之后 他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 先下去再说吧 何图说了一句 却突然愣住 刚才一直在看周围环境 突然感觉到两股灵气纠缠着 从后面飞了过来 就听悬崖上一声巨响 两股灵气爆炸开来 震得半个悬崖都寸寸断裂 隐约可见有数个法宝急迟而过 何图也来不及多想 一抬手就将清明搂入怀中 用自己的身子将清明保护起来 如同一发炮弹砸落在地上 悬崖底端发出沉闷而有巨大的声响 巨石砸在地上后 扬起的灰尘 不断地弥漫开来 紫阳真人脚踩仙剑副手而立 手捏硬绝 身后仙剑剑影翻飞 一道道白色的剑气随之四散开来 又有几道身影预保飞行而出 只看了一眼悬崖 眼神中略有惋惜 便很快聚集精神 目标是一道黑影 不过方才的法宝与法术的对轰之中 那人似乎已经受伤 此时驾驭着法宝 速度极快地远端而去 敌人情况不明 而且从方才开始便只见到一人 贸然追击恐有埋伏 不如先救人要紧 士侠仙子率先朝着下方御宝 飞行了过去 之所以这么着急下去看看 因为隐约间 仿佛看到的是和图和亲密 为何那两人会出现在这里 士侠仙子想不明白 好在这时石块冻了一下 便见到悬崖下面的荒地上 两个浑身上下布满了灰尘的人 正站在碎石废墟的旁边 两人不仅没死 而且毫发无伤的样子 士侠等人只稍稍一顿 便加快速度冲了过去 和图当然也看到了 飞过来的众人 不过这么短的距离 也没有什么好躲的 方才误伤两位 实属无心之举 两位没有受伤吧 和图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灰尘 被呛得咳嗽了两声 不碍事 就是衣服脏了点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说也奇怪 真麒麟龙菊 竟然出现了我的名字 直接把我和师妹 吸了进来 顺带一说 我们身上可没什么天才地宝 和图很老实地说完 士侠仙子等人的表情 却有点古怪了起来 在他们之间 和图很快看到了神石心言 几人用神石心言说了一阵 随后就见到紫阳真人 看了看周围满脸警惕 和图率先开口打破沉默 你们怎么这么快赶到 看到刚才袭击我们的 那个黑衣人吗 紫阳真人神色一宁 不瞒你说 本人正是一路追踪 那神秘人才来到这里 这次的珍宝玲珑菊 处处透着诡异 怀疑跟这个神秘人有关 卢仁真人这是终于开口 这里不安全 两位也随我们一起吧 和图抱着双手打去起来 没想到 这卢仁真人 这么关心自己的死活 这么明显的嘲讽 卢仁真人假装没有听出来 二位是剑宗掌门的失职 自然要多多照顾才对 紫阳真人也同意这个法子 和图听着众人的语气 不像是参加一宝大会 反倒像是在生死战场一样 不禁好奇发生了何事 紫阳真人面色难看 珍奇玲珑菊中有人死了 以往就算是想杀人 也杀不了一旦受伤到某种程度 便会被自动送出去 但这次出问题 珍龙菊这次受伤 不再传送出去 已经没有保护机制了 和图当场呆住 自己两人修为低微 现在处境就危险了 其实已经找到了一些 蛛丝马迹了 这整个珍奇玲珑菊中 已被布下了大阵 无论如何都要破坏这个大阵 才能离开珍龙菊 已经发现五个阵眼 各门派参与者分为五个小队 逐个击破 和图决定不和众人走在一起 带着清明往树林里躲去 赤霞仙子还有些担心 临出发前还想送一些 护身的符咒给和图和清明 但那些符咒上 都有能够辅助定位的法术 和图便婉拒了赤霞仙子的好意 清明望着赤霞仙子远离的背影 掌门师兄 他是喜欢你吗 和图冷了一下 左右望了望 这种事情 别在心里别说出来 不过 我可不喜欢这样肤浅的女人 而且年纪 太大 清明的心情不错 眼睛带着笑意 群山之中地形复杂 自然有许许多多 用于藏身的山洞 而在其中一处山洞里 就藏身着一个 看上去年轻的修士 死人掀开戴着的兜帽 死人不是别人 正是五连剑宗宝 连锋提子卢仁真人 脸上带着残忍的笑意 自言自语 所有人都要死在玲珑菊中 谁也逃不掉 不远处的一处山峰 两道身影 渐行渐远 清明眼看四下无人终于开口 掌门失凶 要找钥匙出去 还是人多些更容易吧 还在嘀咕这件事啊 拒绝跟金丹修士同行 也不全是因为清明 对这些金丹修士而言 在玲珑菊中一针高下 夺取宝物最重要 所以他们不会费时费力 去找钥匙 只想破阵 让游戏继续下去 还有上次交手 我将一丝真气 灌注进卢仁真人体内 刚才却完全感觉不出来 河图拖着下巴 很是疑惑 总觉得 刚刚眼前的卢仁 和之前交手的不太一样 有种怪怪的感觉 总之 咱们还是离他远点 就让金丹大佬们 自己折腾去吧 我们要做的 就是平安无事 找到要是赶紧离开 阵眼是一块黑色的石头 周边绑着符咒 有淡淡的灵气冲天而起 虽有树林隐藏 但细心的话 还是很容易能找得到 紫阳真人记得 上一次的真气玲珑菊中 可没有这种大阵 定然是背后主谋设计 特意不下大阵 各门派金丹修士 已经一拥而上 发动各类法宝 法术轰向阵眼 就在这时意外出现 一道金色闪光 重重砸落下来 周围修士无一例外 都被冲击拨阵退 紫阳真人顺着远处看了过去 这一看心情凉了大半 泛着红光的眼睛 锋利异常的獠牙 和小山般壮士的身躯 却见到那处阵眼附近 潜伏着 一头野猪妖 金丹七猪妖 众多修士颇为惊恶 妖修与正道修行大不相同 相同的境界妖修的实力 可要强大得多了 一身灵甲刀枪不入 就连法术都很难伤到 紫阳真人丝毫不拒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三品法宝 有诸位道有助我 区区金丹猪妖不足挂齿 诸位与我结阵 其他的修士们 看到紫阳真人如此英姿 也是颇受鼓舞 紫阳真人法宝在野猪妖身上 成功吸引了注意力 身上灵甲 也随即削弱 此数对自身真气消耗过大 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 吩咐身边的赤霞仙子 带人找他弱点消灭他 一众金丹修士 围住此妖 雨点般的攻击 打在身上居然没有一丝伤痕 赤霞仙子抓住破绽 既然是那聂处眉心位置 身形一跃而起 手上长剑散着法术 波纹震荡周身 此剑先慢后快 玄而又玄之下 已经刺入野猪妖眉心 金丹妖兽已除 赤霞仙子这萨爽英姿 金国不让须眉的气质 不少修士心中触动 若是能与这等修士 结为双修伴侣 仙道意图也能少了很多阻碍 没了妖兽 阻碍 众修士合力击碎了阵眼 紫阳真人 长舒一口气 不知其他几处阵眼 是何情况 咱们快去支援 然而并未听到有人附和 原本喧闹的环境 现在却静悄悄地可怕 紫阳真人 疑惑地转身查看 就在这一瞬间 眼里仿佛看到了 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情 赤霞仙子神色阴沉 出手很辣 长剑已经贯穿半个腰子 这还是那个听话的师妹吗 赤霞仙子一掌 拍在后背上 顺带拔出手上利剑 动作行云流水 弓背挺直 长剑轮了半圈直劈而下 紫阳真人修为 不愧为众人之中最高者 单手托住师妹的剑柄 怎么会这样 大家都助手啊 四周的修士 还在自相残杀 紫阳真人叫破嗓子 都没人停手 知道众人都中计了 这阵眼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破阵其实就是释放了 干扰精神的法术 自己的修为暂时还不受影响 但是得赶紧离开才行 紫阳真人拉着师妹远离 正在厮杀的人群 卢人真人 翘无声息来到身后 为何看上去丝毫不受影响 但是身上的杀器 却是不假 手心杀招已现 凝聚的法术逐渐成型 重伤的紫阳 哪里还有力气躲避 结结实实 挨了一发 两次受创让其伤上加伤 原来这幕后设计之人 就是卢人真人 远离纷争的两人 正在大石头上休息 清明垮着一张小脸 这玲珑菊那么大 找寻钥匙 无疑是大海捞针 河图倒是没什么负担 因为已经找到线索了 刚才消失的那丝 卢人体内的真气 就隐藏在这群衫之中 这个男子身负重伤 不可置信地盯着眼前男子 竟是你这个 无耻之徒在搞鬼 重修士中了干扰心智的法术 正在自相残杀 紫阳真人含恨 祭出三品法宝 卢人真人随手一波 把法器推到一边 身负重伤之下 已经难以对其造成威胁 感受着卢人真人的灵气波动 和往常不一样 这真的是其本人吗 什么 金单一品 也不过是我手下败将 卢人真人开启嘴顿模式 不仅要折磨对方肉体 精神也要摧残一遍 手上也是没闲着 法术不要钱的 往其身上砸落 紫阳真人一边抵挡 一边惊讶 这并非正道之术 远在山洞的卢人真人 阴身一笑 并非正道又怎样 还不是连我的替身都打不过 昔日因为我资质平庸 谁把我放在眼里 就算是同门师弟 都能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 我连大气都不敢出 卢人真人 至今都无法忘记 一直处于门派底层 被人欺压的自己 在结成二品金单的那一天 那些欺辱自己的 五连见宗的弟子的表情 最让他喜悦的是自己 将他们踩在脚下时候的胜利感 从那时候起卢人真人 便明白 管他什么邪魔外道 只有力量 才是唯一的正道 自从结单二品之后 就彻底倒向了那个瞎眼的老人 对他言听计从的同时 也从他那里获得了 越来越多的好处 之前那颗丹药 便是瞎子老头给的 一想到那颗丹药 卢人真人就内心一痛 那本是他打算留着 突破境界用的丹药 没想到 竟然因为那个太穷门的掌门 该死的恋气气修饰 害得自己 惊丹受损 若不是吃了那颗丹药 还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想什么 就来什么 只见何图 已经摸到了洞口 对着洞内之人 亲切地打起招呼 这热情爽朗地问候语 不认识的人 还以为是多年不见的好友吗 卢人真人 被忽然出现的声音 吓了一大跳 见来人 不是同批的惊丹修饰 而是那恋气气掌门 这才放下心爱 何图嘲讽技能全开 你的替身 骗得了金丹大佬 却骗不了我 别忘了 你身上还有我留下的气息 卢人真人当场戏的火帽三丈 快速起身 就是一道法术飞出 何图闪身溜走 脚步轻快地 不像练气气修饰一样 看到紧追出来的卢人真人 何图知道自己的激将法成功 轻松躲过一次次攻击 原来背后有人指点 怪不得无论是玲珑菊布阵 还是能瞒过众人的替身 都不是你能力所及 何图往后用力一跃 拉开两人距离 回头嘲讽一番之后 继续撒开腿跑路 生气归生气 该用的法术 那可不会少 卢人真人怕使用邪宗法术 被人窥伺到 对付这恋气气之人 五连剑宗的法术 就足够了 何图一看对方 分出两道身影 立马猜到是五连剑宗的身影无宗术 三道人影显包围之势 从天而降 对着何图身位一拳砸下 势大力尘的一击 平整的山头 都砸出一道道浅坑 卢人真人猖狂大笑 这惊丹之仇 终于得报 突然听到耳边一声雷轰一般的巨响 何图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跃到身后 掌心凝聚一团雷球 卢人真人觉得 浑身发麻 眼前一片紫色的光芒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他的背后重重地垂了一下一样 整个身体砸落下来 陷入土壤之中 带起一片尘土飞扬 何图表情轻松 从小漫山遍野抓鸟撵猪练就的速度 跟你们这些名门少爷可不一样 沉闷的雷声让何图从得意中惊醒 看着练气质面板快速跳动的数字顿感不妙 一时得意忘记克制自己的力量了 深吸完一口气 何图开始平复心情 竖直面板跟着心情一起慢慢滑落 恢复成原来都是问号的面值 何图长舒一口气 还好雷杰没有下来 卢人真人艰难地爬了起来 肉体上的痛苦只占一部分 金丹的痛苦才真正让其难受 一股灵气在他的体内肆虐 对着金丹不断侵蚀 自己堂堂金丹三瓶 怎么可能打不过这链七七的渣渣 何图跃到身前 金丹三瓶 嘖嘖嘖 我记得你以前不是二瓶吗 卢人真人直接暴走 不再顾及自身行踪 换成盲道术法迅猛出拳 拳和引交织在一起密布透风 不料那何图见招拆招 身法似游龙探路 轻松闪躲 嘴巴也是停不下来 惹得卢人真人更加暴躁 盲道的高深之处 不是你这等废人能参透 就算被刮伤 何图继续刺激对方 原来是个瞎子啊 卢人真人终于祭出自己杀招 以精血熔炼而成的血文剑 高高举起是要一击斩之 感受到这扑面而来的压迫感 何图不敢大意 以气化盾硬抗血文剑的杀招 显之又显地抵挡住这波攻击 卢人真人运足灵气 是要将此人斩于剑下 另外一边战场 紫阳真人重重撞在树上 一身持剑慢悠悠走了过来 我承认你能撑到现在 已然很强了 但最后的赢家只能是我 长剑透着寒芒直刺而出 看着越来越快的杀招 紫阳真人确实游进灯库 努力睁开快和尚的眼睛 望向了昏迷不醒的师妹 看来自己这一生算是结束了 这个男子举起王维尸里的大宝剑 恐怖的波动从剑端震荡开来 核图双手护住身躯 准备硬扛下这次霸道的攻击 空手接白刃就算了 自己有几斤几两的实力 还是知道的 卢人真人横扫千军之下 核图结结实实挨了一击 身体不受控制的倒飞而出 刚一落地 核图一个翻身站了起来 对着身后着急喊着师妹名字 卢人真人心里疙大了一下 自己难道中埋伏了 刚想转身查看身后之人 清明已经从身后 石头堆里冒了出来 手上法宝 迎风就涨 卢人真人回神之时 已经被五花大榜个结结实实 何图趁机抽身后退 拉开两人的距离 并且介绍起来此法宝 此物名为寒之云上天 是太穷门镇山之宝 卢人真人不怒返笑 自己堂堂金丹修士 怎么可能背着低接一宝束缚 在我眼中无异于破铁片 只需要稍稍用力 没等自己开始发力 准备强行正通那法宝 何图冷不丁地问了个问题 你知道什么是避雷针吗 只见何图身上气质突然一变 从口中慢慢吐出掌心雷 这几个字 手上聚集起了紫色的电弧 卢人真人这下是真的慌了 颤抖着开始求饶起来 何图充满雷电的掌心 线上翻开 仿佛连接天地雷结 一般直冲云上 吸收完雷电之后 何图掌心对准 卢人真人虚空一案 一道足足手臂大小的巨雷音声而落 仿佛的掌心雷 竟然真的可以吸引雷结皮下 卢人真人 这金丹修为 怎么可能抵挡的乐度节气 才能享受的待遇 恐怖的温度 炙烤 这整个身体 只留下惨叫声从雷柱中传来 不到片刻就没了气息 只留下一堆灰烬证明 曾经存在过 何图看着眼前的大坑 愣愣出神 师父叫的掌心雷 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清明无奈地看了一下 掌门师兄 你的计划不是打伤他 然后考问要是在哪吗 何图欲哭无泪 自己哪料到 掌心雷这么厉害 竟然直接打成灰了 但这家伙没了 寻找钥匙的线索就断了 又要从头开始找了 清明自顾自走了过去 开始寻找遗留下来 有价值的东西 功夫不负 有心人 清明眼神 突然明亮了起来 这那堆灰里面 有一个闪闪发光的物件 拨开一看 就是要寻找的钥匙 小山另一边 金丹修士们 还在互相厮杀 卢人的替身一脚踩 在紫阳真人身上 阵法的影响会越来越厉害 你不是我的对手 各大仙门的杰出弟子 如今就要全军覆没 接下来 就是那些老家伙了 卢人替身意图为快之后 举剑刺向紫阳真人 准备了结此事 紫阳真人此时 只能任人宰割 闭目等死 不料长剑忽然弯折 犹如纸一样软绵绵 发现自己没死的紫阳真人 睁开双眼查看情况 只见替身如泄了气的皮球 逐渐扭曲 最后画成一张福禄迎风自然 紫阳真人一看之下 果然是使用了替身符 就在这时 耳边传来熟悉的呼唤声 侍侠仙子晕晕呼呼地醒了过来 对刚才发生的事情 没有一丝记忆 看着自己满身是伤 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紫阳真人看到人 没事松了一口气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关于卢人真人的阴谋 还是出去再说 望着山头上燃起的大火 虽然感到奇怪 但也没深究 这扰人心智的法术 突然消失 自己也说不清 是怎么回事 真奇玲珑局出了差错 莫名其妙放进去一个 炼气器的太穷门掌门 这还不算 连那个助击器的小姑娘 也跟着进去了 若是真奇玲珑局损坏 局中之人会如何 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敢试 大家群情激愤 各大仙门都要求五连建宗 给出个合理的解释 甚至有些仙门还出现了过激行为 实在没办法 白松真人只能给出了一个 可能性很高的解释 清明是走过了炼魂条的修饰 炼魂条与真奇玲珑局 都是祖师留下来的 或许有共通之处 听到白松真人的解释 葛县门掌门 这才微微打消了怒气 但清明是走过了炼魂条修饰的消息 还是一旦激起千层浪 就在这时 真奇玲珑局开了 说明是有人在里面拿到钥匙 所以才打开来的 但其中 缘由还得询问局中之人才可以 近百道的灵气光芒 从真奇玲珑局的石盘上激荡而出 真奇玲珑局不容置疑地打开 通道里面 一个个身影 由远到近 这些归来的金丹修士互相搀扶的 缓缓出现在众人眼前 合图和清明 带头走了出来 就连那些死掉的金丹修士们 也都被送了出来 不过没有炼人真人 因为他连灰都没剩下了 整个五连建宗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成了大型认清现场 五连建宗的一宝大会 开到现在这样 那基本上是没可能再继续了 合图看着手里的钥匙 很想扔掉 我没特意去找钥匙 刚好路上捡到的 至于里面的情况 合图也是一问三不知 五连建宗上上下下翻白眼 又算了一遍 所有人都算不准 就连大捕算术最厉害的甲九真人 也不过算了六成而已 白松真人 见到合图离去 便走到清明身旁说道 其实我有疑问 那日过了练魂桥的 到底是不是你 放心 我不与人说 练魂桥 清明疑惑了一下 他并不像合图一样 能看到那铁锁桥的名字 就是连接五连山和清连峰之间的铁锁桥 走上去会有莫大痛楚 我只走了一半 清明摇了摇头 白松真人还要再问 却听到清明继续说道 后面一半是掌门师兄 被我走过去的 空气半响无声 蜀山逍遥公众人正在疗伤 奔雷真人站在一边若有所思 听说你们俩之前和太穷门的那两人有过接触 那叫做清明的女修 是过了练魂桥的仙才 不可错过 太穷门就两个人 一个练器掌门 一个筑击女修 若能将那女修投我蜀山逍遥公 那是最好的了 不过 听完了奔雷真人的话 紫阳真人连忙出言制止 师父 此事 您还是别再作响了吧 紫阳真人 很快将在苍山看到紫雷天结的事情说了一遍 并且说出这个清明 很可能就是 那位杜杰的在世仙人的女儿 最主要的是 要是是太穷门的两人拿到手的 而在真麒麟龙菊中 看到天边闪烁了两次紫色的天雷 那天雷就跟在苍山所见到的紫雷天结一般无二 若没猜错 那位杜杰飞生的在世仙人 一直都在暗中偷偷观察 保护着太穷门的两人 奔雷真人叹了口气 想要在仙人眼皮子底下抢走人家的女儿 还不如做得杜杰来得简单些 看来此女 与我逍遥公无缘了 咱们稍作休息 就回道府吧 就和奔雷真人一样 其他的仙门 也都开始将算盘打在清明的身上 走过炼魂桥 那基本等同伴之脚踏进仙界了 那些仙门弟子们 倒是有事没事就来拜访 原本和奔是高兴的 太穷门面子挺大 没什么好苦恼的 但是看着那些来拜访的修士们 尤其是他们看到清明之后的心情变化 和奔脸上的笑容便越来越少了起来 才半天的功夫 和奔就紧闭大门 谢客不出 开始在房间内收拾起东西来 清明看到和奔开始收东西 也跟着开始将被褥叠起来 然后用绳子绑好 掌门师兄 我们要走了吗 走 收拾完就走 和奔斩钉截铁地说道 再不走你师兄 盖世无双的秘密 就要保不住了 两人速度很快 没多久就将行李被褥打包完毕 出来一趟 尝试了一下也就死心了 还是回去苍山吧 没有那些阴谋诡计 没有那些尔虞我诈 什么正道邪道 自己乐得自在逍遥 和奔带着清明走过院落 打开了大门 随后见到了独自站在外面的 五连剑宗的众人 白松真人看着和奔与清明 两位师侄现在就要回去了吗 看来白松师叔已经猜到了 和奔说完 白松真人笑了一下 猜到八分吧 若能远离这些纷争所逝 仅几间茅屋 一处院落 倒也是修行的良处 白松师叔不留我们 白松真人摇了摇头 想留 但两位师侄想回去 便不留了 在此等候 是有两件事 其一是送别 其二我想传清明师 执衣门神通 白松真人指尖微谈 一道应急没入清明额头 我以神通 将大补算术直接传授于你 神通只留三日 你好好领悟 能学会多少全看 你自己的了 大补算术 这是一门神奇的功法 可亏天机 前算五百年 后算五百年 可以说是五连剑宗的 正牌神通 和奔没有想到白松真人 竟然愿意将这门神通传给清明 赶忙拉着清明道谢 谢过白松师叔 清明也跟着一并道谢 白松真人说什么也要亲自送和图 和清明到山门处 马车早已经在山门下备好 和图和清明坐上马车 对于五连剑宗大能们的感谢之情 就不要多提了 不过和图扬边 准备离开的时候 白松真人 却又说了一句话 其实我算到你们师父 天仲真人在哪里了 明年五月 天仲师兄会在沙县出现 白松真人说完 和图就想到了苍山脚下 过了大河的那座县城 那这意思是说 明年五月师父会回来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修仙路漫漫 咱们后会有期 白松真人背着手 看着马车远去的方向 站在他身后的两位就疑惑了 那个沙县 不就是你算到会有散仙洞府 县市的地方吗 时间也是刚好 明年五月 这么说 天仲真人也算到了散仙洞府 而且也要来抢着洞府里的宝物 白松真人自顾自地笑了笑 一脸风轻鸣淡 那便各凭本事 就是 反正会去抢的 肯定不止我们五连建宗 这时 甲九真人和四斋真人 探查玲珑菊归来 玲珑菊里有人布置了阵法 每处阵眼都有一个妖兽 阵法之中有让人心境大乱的竖法 我们算过了 都与那卢人有联系 再加上房间内的邪灵幽破单 这勾结邪魔外道 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至于卢人 那小子已经死在真气玲珑菊里了 这卢人真人 定然是受到了邪魔外道 某位高人大能的指点 神不知鬼不觉地 对着真气玲珑菊动了手脚 目的也很险恶 就是要搅乱整个仙门正道 让仙门正道元气大伤 互相敌视和功法 光秃的老树上 缠绕着灰色枯萎的藤蔓 黄昏下 一轮挂在天边的红日作为背景 照射在这熙熙攘攘的沙县小镇中 穿着日月阴阳天尸袍的河图左右张望 清明站在身边 安安静静地 师兄 现在正是白松诗书算出的时间 爹爹真会出现吗 大补算术精妙无双 我们就在沙县逛逛 一定能找到师父 河图忽然皱着眉头 接到茶楼里居然有人神识传音 散仙洞府的消息已经散出去了 魔道中人会出现 也不意外 河图拉着清明赶紧扭头就走了 速度不快也不慢 就如同往常一样 平常连个外门提子 都很难找到的小县城 怎么会聚集这么多位修仙人士 在大街上闲逛 挺容易被人认出来 河图拉着清明准备去下馆子 有什么事情都没填饱肚子重要 正好卖了马车 还有点余钱在身上 在这纷纷扰扰熙熙攘攘里 遍演的绿瓦红墙之间 两人走进了一间不起眼的小面馆 面铺里的老板正在擦着桌子 河图一声吆喝 来两碗大碗捞面 老板这一转身 面板属性就出来了 居然是云露仙居的外门提子 河图眉头又是一击 为什么这人的信息栏会是修仙者 两人做了半想 也没见过来招呼 试探心问了一下 老板出摊 却不做生意吗 云露仙居的外门弟子表情淡定 嗯了一声不再说话 不多时一碗带着五颜六色 脉相难看 故事散发着诡异气味的捞面 放在了河图面前 看着眼前的食物 大家都沉默了 不是河图矫情 自己苦修惯了 施康燕他也很开心 但是这碗确实爱莫能助 清明更是暗发誓 饿死都不会吃这种东西 河图嘘了一声 事情有古怪 那厨一奇差的店家 是云露仙居的外门弟子伪装的 那个沉默的麦糕点大叔 是鼠山逍遥宫的外门弟子 至于那个乞丐 是五连建宗的外门弟子 这沙县肯定是 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不然各大仙门 没理由同一时间跑到这里 咱们以静置动暗中观察 师傅可能很快就会出现 在此之前 要确定此处是安全的 清明点了点头 两人朝着沙县城的城门口 走了过去 就在此时 一道神识交流 出现在眼前 正是老熟人赤霞仙子 正想着要不要提前智慧太穷门 沙县这地方不安全 河图顺着声音来源寻找 听位置 感觉应该离自己很近 赤霞仙子坐在三楼的刁栏边上 脸上有些担忧 师妹 有天虫真人保护他 清明不会有事的 与其担心他们 我倒是比较担心 我们自己的事情 此次散仙洞 在此地现实 也不知道有多少仙门 多少邪魔外道得到消息 沙县已是龙塘虎穴 紫阳真人 转身下楼 我去周围看看 师妹在这等其他师弟 赤霞仙子 倒是一直没有说什么话 现在一心都在为清明的事情担忧着 河图一字不漏看在眼里 赤霞对清明还真是爱惜 不过他们说的散仙洞府 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好奇心驱使下 河图决定 尝试试试试这个聊天框的功能 赤霞仙子望着窗外独自斟酌 思绪却已经飞到清明身上 太穷门护山大阵都没了 万一受到波及 仅凭个练气漆的掌门 根本保护不了清明 他若有闪失就太可惜了 就在此时 陡然听到脑海里 有人神识传语 赤霞仙子你来杀剑干嘛 赤霞仙子整个身体都僵住了 他已是精丹修为 对方竟能毫无征兆的 就对自己使用神识传音 就算是他的师父奔雷真人 若想传音给他 那也得他的神识不做设防才行 莫非是那位在世仙人 不知是哪位仙长 世霞无意冒犯 世霞仙子本来就想去太穷门通风报信的 散仙洞府即将出现的消息 沙县聚集了仙魔两路 想提醒真掌门和清明道友 最近切勿下山 以免惹祸上身 世霞仙子觉得 此人就是天重真人 灵法高强诱护着太穷门 实在想不出有其他人 世霞仙子略略有些吃惊 天重真人怎么会不知道 散仙洞府出事的事情 莫非这是在世仙人对自己的考验 河图到了生白白 神识交流就此结束 自己对寻宝没什么兴趣 他一个练气期 随便给个法宝都要求助击气 拿着当案气使吗 河图正在想着法子 清明已经从门外走了进来 心情比之前好了一些 河图没打算瞒着清明 听说沙县有散仙洞府出现 先磨两道 聚集要尽快找到师父 掌门师兄 爹爹会有危险吗 师父吉人自有天象 不会有事的 清明只是轻描淡写的 欧了一声 其实不找他也行 河图却被这话慌了手脚 再怎么说那也是他的爹爹 清明担忧起来 沙县现在有危险 像一宝大会一样 若又有人小害掌门师兄 河图把清明头发揉乱 打断了这丫头说话 脸上充满了自信和阳光 卢人那种蠢驴 凡间也少有 无必过于担忧 河图说完之后 清明倒是没有第一时间接话 反而坐到了床榻上 点着脚 该如何找到爹爹呢 那么多仙门齐驱杀陷多危险 河图此时已经记上心头 仅凭咱们二人自然困难 不过我自有办法 此番散仙 洞府县市 各大仙门名面上的主力 都还是经单妻修士 紫阳真人带着响应号召的 正到仙门子弟来到客栈 脸色有些许苍白 本是去打探情报 却遇到诸位仙门道友 听到了不得了的消息 有前来沙县的道友 在城外遭遇 集天魔宫的伏击 数人重伤 师父坐镇逍遥宫 五连建宗的前辈 还没赶到 现在 当务之急是要联合起来 肃清魔道 不能让他们 燃止散仙洞 侍侠仙子一听 是集天魔宫 脸色也难看了起来 那可是魔道魁首 沙县是越来越危险了 希望清明 不要踏进这个漩涡 众人聊天之际 河图挤在人群里 向着赤霞仙子走来 河图当然也是经过伪装的 不过伪装的比较拙劣 刚一出现 就被大家给认出来了 葛仙门之间 消息灵通 看到了出现的河图 不少人都认出来了 这不是那个 太穷门的练气期 掌门吗 在上次的一宝大会里 出尽了风头 甚至比紫阳真人还出风头 看到河图出现 有少数仙门弟子 都开始神识传音了起来 赤霞仙子 走到河图面前左右看了看 清明道友呢 在对面喝茶呢 河图回声指了一下 赤霞仙子身后的茶铺子 河图也不想浪费时间 便直接将自己来这里的墓地 跟紫阳真人说了 想借助逍遥工人多势众 帮我打听师父 天重真人的下落 赤霞仙子倒是有些意外 那日 神识跟自己说话的不是 天重真人吗 紫阳真人倒是皱了皱眉头 有些意外天重真人不见的事情 那些邪魔外道们 近日倒是跟不少仙门在附近有冲突 还抓了几个大棱 不过 以天重真人的实力 肯定是不会被他们抓走 紫阳真人善意地提醒了一下 河图也是拱手谢过 两人答应下来 要求之后 赤霞仙子也表示 一有消息 便会去太穷山通知他的 河图正要离开 却听到有兵甲跑动的声响 一大队手持兵哥的士兵 已经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过来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了出来 指着最先楼内的修士们 怀疑 你们在这图谋不轨 抑郁造反 全部抓起来 内门弟子怒发冲官 当时就要寄出法宝 将这口出狂言的军官给结果掉 但紫阳真人已经先一步拦住 这位军爷劳烦带我去见见统领 也好消除误会 却见到一个中年的男人 穿着一身官服戴着官帽 从人群中背手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颇有兴趣的表情 打量着众人 紫阳真人笑了笑 暴权回了一礼 就不再说话 但那官员的表情 却是变了又变 在何图的眼里 紫阳真人正在跟他心神对话 你不要说话 这是只有你一人能听到的 我乃属山修士 此番道杀剑乃有要是在身 将人撤去 再告诉我 何人指使 可自你些许灵丹妙药 此事修与外人提起 何图觉得 事情到这里 大概也就没什么悬念了 邪魔外道的修士就算再嚣张 也不可能当着这么多正道先门的面 站出来导视 无聊啊 竟然这么快就使用 仙家手段 一点意思也没有 何图寻着声音 抬起头望向旁边停放的轿子 见到穿着速率的双脚 脚踝上 还记着红色的铃铛 发出叮当声响 那是一个带着半张猴子面具的女子 穿着一身红白相间的干练衣服 其而 极天魔宫内门弟子 方林十八人物资料 摆在何图面前 看到属性面板后暗暗心惊 十八岁便是住击妻 这女孩和清明的资质相当 紫阳真人撇下边上的官员 拱手面向戴着面具的仙 反问这位姑娘是合门合派 戴面具的仙 看上去挺高兴 我无门无派逍遥自在 合图眉头一皱 此女是极天魔宫的人 出现在这里肯定有事发生 得赶紧找到清明 带她去安全的地方 哎呦 有人要逃跑 仙指了指 快要挤出人群的合图 所谓名门正派的弟子 不但资质平庸 还是耸包软淡 遇事就逃啊 合图还未来得及 为自己辩解 就感觉到 一股灵气直冲 带面具的仙儿去 一块石头裹着灵气 朝着仙儿的脑门砸了过去 若是 普通石头随便就躲了 但那不是普通石头 而是法宝 乾坤石 不过 仙儿反应速度也极快 微微侧身 便有一条绸缎 从她的身后飞出 那绸缎朝着乾坤石裹了过去 但乾坤石上的灵气 却隐约有紫色的电弧闪过 那绸缎也是法宝 但碰到乾坤石 却一下子就被弹开了 仙儿退后 出生的人身影 还未见到在哪里 就有一个铜锤 踏着仙儿边上飞了过去 乾坤石打在了铜锤之上 两股灵气激荡开来 清明显然抵挡不住 那个铜锤法宝 两个法宝抬一对波 乾坤石就被打飞了出去 整个最仙楼的二楼 瞬间就被灵气 对波给轰去了一半 也幸亏最仙楼被挣到仙门包场了 不然就这一下 也不知道要死多少凡人 竟然没碎 这铜锤修士有些厉害 又有声音传出 不过 现在已经看得到人了 一个老麦的女人 站在仙儿的身边 那是吉天魔宫的长老 紫阳真人一眼就认出来了 站在仙儿身边的那个老女人 何图当然也看得出来 那是吉天魔宫的化神器大能 魔星老人 清明气势也不弱 面对化神器的威压 无动于衷 单手一招 乾坤时自动返回到手上 魔星老人盯着清明 嘎嘎怪笑 一块上等狐狱 却投错了师门 可惜了 只见手上铜锤离手 一路摧枯拉朽 只奔向远处的清明 何图眼看情况危急 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 显之又显地 赶在铜锤杂道之前 出现在师妹前面 两只胳膊 挡在身前 应接了这 是大力尘的化神器 修饰一锤 因为受到阻挡 铜锤飞行轨迹一片 带着河图 一起 达到了旁边的商铺 清明一声惊呼 掌门师兄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情 虽然不是对手 但为了自保也好 为了干扰魔星老人 也罢 紫阳真人等修士 瞬间法宝出手 一时间有十几个法宝 朝着魔星老人飞过去 但是魔星老人不以为意 衣袖一挥 散发的灵气 便将那些法宝 全部震飞了出去 这还没完 手上铃铛 叮叮作响 废墟中的铜锤 听到召唤自动飞回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继续朝着清明杂去 这老妇 是铁了心要取其性命 则则则 我魔星仙子 要杀的人 看谁能救 情况可谓万分危险 铜锤距离清明不到几米 再过一秒 就要被砸中 就在此时 朝着清明飞过去的铜锤 转瞬就被一个大酒葫芦 拦截了下来 两件法宝 在天空中 左突右冲 灵气对冲 是一波接着一波 一道略带局促的落地声响起 显然是加速赶路造成的 单手闻闻 接住飞回的葫芦 拔开酒赛 就开始豪饮起来 魔星老人没想到 你还没给雷劈死了 小辈 之间打架 你插什么手 甲酒 你猜几斤几两 在我面前冲什么 你们五连见踪 来了多少人 便一起出来吧 你一个根本不够打 甲酒真人哈哈大笑 打你一个老狱 老到一人足矣 但是 眼神还是颇为担忧地 看向了地上的河图 不会被震死了吧 但现在也没人敢过去救河图 毕竟不远处 就是 那位极天 魔宫的化神妻大能 虽然甲酒真人和魔星老人 两个人 一个比一个会放狠话 但实际上 两人法宝火拼的激烈成 确要小得多 魔星老人 想要带仙走 甲酒真人 想要去看看 河图还有没有的救 两人打得可以说 都有点心不在焉的 魔星老人且战且退 甲酒真人 也是防御居多 攻击时候 大多是牵扯魔星老人 不让他能顺利逃走 两人正打着呢 却见到天边 一处灵气冲天而起 就跟光柱子一样 直破云霄 紫阳真人 看到这情形大喊出声 天生异象 洞府现世 诸位小心 那洞府是邪魔外道打开的 他们已经抢先一步 大家虽然激动 但也还算保持着理智 那边 魔星老人被甲酒真人缠住 也是急了 再打下去 散仙洞府 可就要被搬空了 甲酒真人铁的心 跟魔星老人扛上 我不觊觎 洞府宝物 就是看你这老婆子不顺眼 别想这么轻易就走 其他的修士们 这时候哪里还管魔星老人 一个个的纷纷预保飞行 朝着远处的异象 冲过去 侍霞仙子 觉察到后面有股气息 助机器的小魔女 也想然止散仙洞吗 回身寄出法宝 瞄准着魔女 飞射出去 准确打落对方 欲空飞行的法宝 助机器没有法宝 自身是无法飞行的 紫阳真人飞到身边 师妹 无需与她浪费时间 快前往散仙洞府 仙儿摔下来也不生气 目送着这些修仙正派飞走 街道上已经空无一人 嘴角微微上扬 好像计谋得惩刺的 成功在一大群修饰的眼皮子底下脱身的仙儿 迈开步子往镇中心跑去 清明没有离开 还在两位化神妻附近逗留 刚刚在废墟上 没有找到掌门师兄 忽然眼角余光看到一人 顿时一惊 那个魔女鬼鬼祟祟 东张西望 为何不与众人一同赶往散仙洞 清明拿出乾坤石 准备先去解决这人 在寻找掌门师兄 不料背后出现一道身影 出手制止了清明的行动 单手捂住嘴巴 不让发出声响 清明并没有出手回击 这熟悉的味道 让其心安 正是失踪了好一会的掌门师兄 何图带着清明偷偷跟在仙儿后面 他是魔心老人的爱徒 师父跟假酒真人缠斗 这家伙一不住战 二不逃走 也不前往洞府县市的方向 肯定有古怪 清明一听何图这么一说 就知道 此人另有所图 先是魅惑县令离间仙凡 而后话神妻 长老亲自献身挑食 如果只是为了恶心仙门 未免也太咸的慌 所以我现在有个非常可怕的猜测 众人蜂拥而去的洞府 恐怕是个假的 是磨到吊虎离山的寂寞 而真正的散仙洞府 就在这沙县城中 这时候的仙儿 已经偷偷摸摸的 摸到了最仙楼的后门 然后从后门潜入其中 何图带着清明不紧不慢的跟着 小心翼翼地朝着 最仙楼的后门摸了过去 此时的仙儿 一顿操作之后 消失在了最仙楼的厨房之中 当何图带着清明 来到厨房 看到眼前打开的 地下命令通道的时候 总算是明白 这些邪魔外道 一顿秀儿操作的原因 所在了散仙洞府 在最仙楼的厨房里 而最仙楼被挣到仙门 好巧不巧当作基地了 就算是想偷偷摸摸地 去开散仙洞府也没希望 人家下个楼就到厨房 这一波对邪魔外道来说不亏 甚至还有点小赚 谁要是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打开散仙洞府 那绝对是战警先机啊 何图觉得下面会有危险 想把清明留在上面 但是转念一想 现在沙县都成仙侠战场了 离开自己身边反而危险 散仙洞府虽然神秘 但也没听说 哪个散仙 把自己家整成机关镇的 再说了 散仙洞府能现实 意味着灵气枯竭 机关也多半都失效了 入口不大 刚好两个成年人并肩能走 何图带着清明 那是绰绰有余的 就是黑了点 但这对于修真者来说 实在是不算什么难题 清明手捏硬绝 便有一团闪光的灵气团 飘了出去 周围三四十米之内 顿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再远一点 就有些昏暗模糊了 不过这通道也不算很大 没多久就到了尽头 尽头是一堵墙 仙儿这时 早已在墙的后面 显然手上有这里的机关钥匙 看来里面别有洞天 清明看着墙壁上 乱七八糟的奇怪纹 还有符咒 壁画 皱着眉头从左摸到右 细沿 这道门除了钥匙打开之外 就只能靠化神漆 秀为强行破开 就在此时 河图已经无声无息祭出 一拳狠狠砸在这道铁门上 另外一边 正到修士齐刷刷 冲向光度 抢在魔道之前进去 封闭入口 莫让他们抢了宝贝 紫阳真人正在遇见飞行 衣媚翻飞身轻如雨 眼见的他一眼 看到前方地面有古怪 果不其然 魔道修士纷纷从土里爬了出来 堵在了通往散仙洞府的必经之路上 紫阳真人阵臂高呼 邪门歪道 竟敢燃止散仙洞府 击退他们清理入口 刹那间剑拔弄张 两方人马纷纷拔刀相向 法宝和法术分飞 整个战场瞬间变成灵气翻滚的海洋 紫阳真人悬空而停 浑身上下灵气环绕 白色道服 无风自起 赤霞仙带着众人先行入内 我来挡住这里 有了 紫阳真人的拖延 赤霞仙子率先赶到散仙 弯府的入口 刚一触摸光柱 脸色瞬间聚变 这灵力的感觉不对 这明显是个陷阱 不给众人反应时间 光柱入口化作灵气风暴 外围修士纷纷中招 被这灵气风暴吸卷吸入 在风暴眼的赤霞仙子居然没事 一道灵气护照抵挡了 这恐怖的灵气风暴 原来是泰南真人 及时赶到 撑起护照救下赤霞仙子 正到修士都被这陷阱困住 不知道真正的散仙动物 是不是已经被找到 沙县依旧爆发这恐怖的灵气波动 甲九和魔星两人打得虎虎生风 好不精彩 甲九小贼近年来光顾着酿酒了 修为不行啊 面对魔星老人的嘲讽 正准备回击的时候 泰南真人的千里传音响起 蹭着甲九真人分神之际 魔星快步欺身上前 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 手上铜锤 借着惯性对着甲九真人脑袋去 结结实实挨了一锤 甲九真人倒飞而出 炙热的疼痛感从下巴出传来 甲九真人有多少年 没遭受这种痛楚了 脚步蒙踩地面增加缓冲 倒退几十米远终于停了下来 甲九真人怒目原争 臭老太婆 你真的惹恼我了 魔星老人怎么说 也比甲九都修炼了百年时间 对于他的话倒也不是很在意 何图这拳的动静不小 本来是想动静小点 让清明将石门锤开 但是清明用乾坤石锤了半天 也没有锤开 没办法 何图只能自己上了 石门一破 里面灵气就倾泻而出 只飞冲天 不用想都知道 马上就有人要过来了 何图觉得 必须要抓紧点时间 当然不是为了夺宝 而是为了抓住那个叫做仙的住机器 修饰 选择抓他 主要是因为目前看到的 邪魔外道的修饰 最少也是金丹 只有他既然是住机器 修为低还年纪小 连清明小师妹都能打过他 最关键的是 这个仙肯定知道不少 邪魔外道的内部 资质这么好 身边那些邪魔外道的大能 围着保护他 生怕他受到伤害 之前 紫阳真人说 邪魔外道们 抓了一批正道修饰 清明就担心 会不会是否天中真人被抓了 白松真人不算会在五月出现 但是这正邪两道 都打得不可开交了 也没见到他出来 更没有联系自己 和清明 十有八九是被抓了吧 何图不知道那些邪魔外道 在沙县的总部 在哪里 更不知道关押俘虏的地方 抓一个很可能知道 内情又很好控制的人 也是人之常情嘛 何图垂开石墙之后 紧跟着 就带着清明追了进去 里面的通道很长 但并不复杂 每隔一段 就能看到一些石头房间 这简直就像是 深藏在地下的地下堡垒一般 不得不说 曾经在这里住过的散仙 修饰耐心是真的好啊 要换何图那根本没心思 搞这种地下居所 沿着通道 一路走到深处 何图已经找不到仙了 对方大概是用了 能够隐藏灵器的手段 就连何图都感觉不到 不过没关系 何图看向最里面的房间 轻轻推开门 空气流通之后 带起一片尘土飞扬 进屋的两人被枪得连连打喷嚏 清明眼尖 一眼就看到了屋内摆放的灵堂 在一个牌位 下面摆放的一样东西 天结宁静 修饰杜结失败之时 有极小的概率 在魂飞破散之前 让破碎金丹 吸收天结灵器而成 元神器以下皆可借此修炼 大幅度提升修行速度 不过对何图没什么用 八百万练气势 已对修炼心灰意冷 何图静直带着清明 走到了灵台的边上 伸手就打算将天结明经 给拿到手中 清明则在一旁警惕护卫 等一下 带着猴子面具的仙 从房间里的黑暗处走了出来 那里似乎是一处机关 正好藏一个人 可不要乱动 那可是 这洞服主人设置的机关 一旦碰触 便会万箭穿仙死 而且你躲都躲不掉 就算用灵器护体 也没有用了 说真的 要不是何图知道那是什么 差一点就信了仙儿的好意 仙儿一看那人 不为所动 无声无息地摘下面具 娇滴滴的声音响起 一块破石头 又人开启机关大阵 这种伎俩 总能骗到愚蠢贪婪的人 小哥哥 是聪明人吧 不怪何图意志不坚定 实在是仙儿太美了 一旁的清明就没那么好相处的 一发乾坤时 带着怒气打向对方 仙儿显知 又显避开 知道自己不是这小娃对手 不敢应接这一法宝 清明转身寒醒何图 让其快点拿起石头 不要多声势端 何图收回了手 然后又当着仙儿的面 手速极快地 将天洁宁静 抓在了手里了 你当我傻的 还击 何图话还没说完 便听轰隆隆的声响 在整个房间内回荡 然后下一秒 地面忽然裂开一道口子 众人没来得及反应 一股脑全掉了下去 仙儿掉下去时 会不忘吐槽 白痴 这是散仙的机关 肯定有禁灵法阵 冲到垂直向下 不会预保飞行的普通人 跳下去绝对摔死 何图光是垂直落下 就落了十来秒钟的事情 前面光线突然明亮 一脚踏在石块之上 借助反冲之力 抱住跌在半空中的清明 仙儿就没那么幸运 头朝下静止坠 摔下来的仙儿 拍拍身上的灰尘 算你走了狗屎运 机关不知为何失灵了 但清明一句话也不说 何图也没说什么 两人都没看仙儿 而是看房间的中央 中间摆放着一个法座 上面背对着何图 清明与仙儿三人 弹腿坐着一个人 身上穿的衣服 竟然与何图的日月 阴阳天师袍 一模一样 师父 何图犹豫了一下 因为眼前的人背影 虽然与师父一模一样 但旁边却没有任何的说明 他跟天众真人 在太穷门生活了十年 十年里 每一天都能看到 师父的属性 事不寻常必有妖 倒是仙儿有些惊讶 他若真是你师父 几百年前便飞升了 我看你也不像是 有几百年修为的样子 这是什么意思 何图看着仙儿问道 仙儿指着中间 坐着的那个人 在我打开洞府之前 这洞府数百年未打开过 这人当然是洞府的主人 而这 不过是他留在这的 一缕记忆罢了 这门法术 虽然很少有人会 但却并不是什么高深法术 仙儿说完手捏硬诀 便有一股灵气朝着 坐在法座上的人飞了过去 那灵气 环绕在那人的身上 就见到那人的身体 开始逐渐化作点点星光 那些星光重新组合 很快组成了一幅画面 一个穿着尿布的婴儿 躺在一个灵位前面 不哭也不闹 睁着眼前 看着面前的一个小胡子道人 画面又一次的分解组合 一个三岁大小的男童 坐在椅子上 面前摆放着 满满一大碗油炸厚的黑色甲虫 画面再变 五岁大的男童 手里拿着老旧的书本 正低着头打瞌睡 小胡子道人 手拿戒指 侧卧一旁 也在睡觉 连续不同的画面 却都只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直到画面 变成小胡子道人 遇见飞行 回头望了一眼 越来越远的两个小人 是我穿越到这个世界 师父养育 我的点滴回忆 清明望着河图说了一句 掌门师兄 那是跌点 河图点了点头 眼前的记忆 便是师父抚养他长大的点点滴滴 养育之恩 不敢忘怀 他怎么会不认识师父呢 画面散开 却见到留着小胡子的天众真人 坐在法座之上 全身散发金色光点 伸出一根手指 用灵力在半空写了起来 河图上前两步 就见到半空 写着九仙门几个字 写完这三个字之后 灵气便彻底消散开来 泯灭于空气之中了 河图看着眼前空荡荡的法座 沉默不言 清明上前一步 抓住了河图的一只手 抬头看着沉默的掌门师兄 河图现在 心里就只有一万头奔腾在草原的野兽 实在是搞不明白师傅在想什么 就留九仙门三个字 是让自己上门报仇 还是让自己上门感谢 或者去求收留的 要不是定力惊人 当场就要去找九仙门的人问得清楚 要是不说挨个锤一遍 当然也就想想 不过当河图看向了边上仿佛掉线一般的仙的时候 却看到仙此时的心态发生了一些改变 震惊时 你见过我师父天重真人 河图冲着仙问道 我怎么会见过你师父呢 这些魔妖女明显 在说谎 之前只是看到坐在那里的背影 她的心情没有太多变化 定然是因为 见到了意料之外的人 河图还遇在追问 却听见连续不断的轰隆声响 整个洞穴都晃动起来 山洞顶部突然裂开 一块巨石从天而落 河图抱住清明朝着边上一扑 紧跟着便看到有两个人 纠缠着从头顶上的洞口砸了下来 随后便是一个巨大的葫芦 还有一个铜锤 贴在一起从洞口落下 两件法宝灵力激荡在一起 充斥着整个洞穴 灵力对冲之后 两人很快又分开来 假酒小贼 你真是不想活了不成 那缠斗的两人之中 其中一人便是魔星老人 此时魔星老人看上去 虽然没有什么伤 但灵气比起 之前已经弱了不少 至于假酒那边 就比魔星老人要惨一点了 身上已经挂在 虽然同为化神七 魔星老人的化神七 进度比假酒要高不少 而且修为也放在那 格图见到假酒真人 和魔星老人的出现 第一时间 就带着清明退到了边上去 师父常常教导一定要低调 能不在人前 显露实力 就一定不要显露 魔星老狱 别以为 比我赤长百岁就了不起啊 我还藏了 后手呢 假酒真人说话之中 还顺带吐了一口鲜血 显然刚才的近战搏斗 之中吃了大亏了 假酒真人说这话的时候 还在不断地 给太南真人发神事传言 太南 太南 你狗屁的人呢 我快被打死了 快来救我啊 魔星老人 虽然看不到 假酒和太南的对话 但他也是丝毫不虚 一记铜锤 干净利落地砸飞假酒真人 也中断了两人的神识传言 假酒倒退数米 还勉强止住颓势 两人都各有心思 魔星老人想保护仙 不想久留 假酒真人也自知 确实不是对手 况且还有何图和清明在呢 假酒真人 隐隐护到了何图和清明的面前 仙则跑到了魔星老人的身后 吵了一阵 魔星老人 已经离得先前的 跳进来的地方越来越近 魔星老人拉着仙起身就飞 假酒真人见到魔星老人 离开也是输了一口气 嘴里又吐了一大口血 显然伤得不轻 这魔星老人真的厉害 我运功片刻 你们稍后 假酒真人盘腿坐了下来 身上显然被灵器伤得不轻 此时赶紧运转灵器 为自己简单疗伤 何图和清明也为打扰他 不到一刻钟的功夫 假酒真人就重新站了起来 开始预保飞行了 何图和清明的酒葫芦上 三人一前一后的就飞了出去 假酒真人出仗的那一天 灵器大作 天地无风 随后花了半天的时间 把太穷门米刚吃空了 假酒真人蹲在树桩上 一口一口的 扒着自己碗里的饭菜 何图搬了的凳子 坐在他的对面 黑着脸 思索着恩断一绝 今晚就走个委婉说法 假酒真人又吃了一碗 似乎是觉得自己 吃的有些多了 你也别哭着一张脸 知道 你门派不容易 又没外门 米刚又小 我受了伤地关三天 真的是饿得前胸 贴后背了 如今 也好得七七八八了 今晚就得走 脱不了 关于九仙门的事 九仙门乃正道魁首 千年 就能出一个 再是仙人 门派内法数其多 众多福地动天 真其一宝 数不胜数 路仙真人更是德高望重 正道之楷模 各大门派 那是变着法子 想派人去学习 以求能结线员 离开之前 教你们一套 炼制法宝的方法 以后 你若是能寻得 不错的天才地宝 可以让你师妹 试着炼制自己的法宝 用起来 更顺手 说来 也巧 何图才刚刚学会了 炼制法宝的法术 半空中就窜出 一道灵力光柱 如炮弹一般 砸在两人之间 硬生生把地面 砸出一个大洞 甲九真人 一点都不慌张 显然已经知道 来着是何物 哎呦 这可是个稀罕玩意 这是灵力所化的 七彩仙鸟 类似千里传音送信 所用 七彩仙鸟 扑腾着翅膀 飞进何图怀里 何图慌慌张张 用手托住 哼的一声 七彩仙鸟画 做一封信件 信件是九仙门掌门 杜仙真人写的 信件内容并比复杂 首先就表达了一下 九仙门和太穷门 世代友好的期望 随后夸赞了一下 真掌门年轻有为 年纪轻轻担起了 门派重担 是修真界 不可多得的奇才 杜仙真人正式邀请 清明到九仙门 做交换生 并且表示 把清明放重点班 何图一喜 若真要像 甲九真人说的那样 那他还真的想 带着清明去看看 学习九仙门的 先法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 就是去调查 自己师父的事情 问题太多 让何图脑袋 都有点大 而目前最急迫的 线索就是九仙门了 让清明去九仙门 如果自己 也能跟着那 真的是很放心了 需要想个办法 混进去 甲九走后 何图也落了个清静 但他现在 还有事情要做 那就是练宝 自己没有法宝 遇到危险 只能用掌心雷 强是强 但是太容易误伤人了 伤到别人无所谓 误伤清明小师妹的话 那就真的追悔莫及 法宝好啊 能非还收放自如 力度可控 按照 甲九真人说的 想要练气气的法宝 那就必须要挑选 最普通的原材料 何图看了看 眼前家图四壁的太穷门 到处都是原材料 何图随地 抄起了一块废墟瓦立下 还算完整的砖 朝着屋里去了 法宝名字都已经想好了 乾坤无极砖 此行从苍山前往九仙门 比起去五连建宗 就要进得多了 何图连夜炼制了一个法宝 便带着清明 收拾起了行李 开始出发 但清明说什么 也不乐意做乾坤时 要跟何图一起做砖头飞 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何图和清明 并未直接预保飞行 飞到九仙门的山门外 而是飞到了诸仙镇 便停了下来 红尘俗事的事情 何图不太去管 但也能看到这城镇 非同寻常的繁华景象 何图紧跟着换上了一身 干净利落的衣衫 按照这几天 在城中所见所闻 来到了九仙门 签收交换生接待处 领头人员一看 何图不过区区练气气 与其嚣张跋扈 颇为不爽地喊骂何图 让其速速退下 道友 我是太穷门掌门 求见杜仙真人 反挺通传一声 守门修士哈哈大小 还真是开了眼 须区练气气 竟敢求见掌门真人 吃了雄心抱子胆了 众人肆无忌惮地嘲讽着 何图也不恼目 避开重修士 准备独自上山 这么不给面子 那人反手就抓向何图肩膀 虽然何图只是练气气 但是助击气的修士 根本不够看 轻轻一个担子就击飞了此人 在小心翼翼地 吊锤了一众外门考核人员之后 何图加急成为了 九仙门敌对枪毙名单上的一员 杜仙真人没有出面 但是九仙门的一位法度长老出面了 详细地一询问 才知道原来是外门弟子那边 一看真掌门是去报名点捣乱的 结果对他推荡大鹤 颇为不敬 才又起了冲突 关键住机器的九仙门弟子没打赢 被捶得倒地不起 但这真掌门一个 练气气修士 是怎么吊打几个住机器的 话题才问到这 真掌门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吐血三声 已然命不久矣 这才知道 原来我们的真掌门危急时刻为了自保 使用了太穷门中极为凶险的一门绝学 八门遁甲之术 此术虽可以强行拔高实力 但副作用太大 使用之后 经脉受损 五脏六腑皆碎 恐怕时日无多了 虽然听着玄乎 八门遁甲之术更是前所未闻 但人家 练气气吊打住机器是事实吧 虚弱的真掌门开口 大家都是正道先门 平时你来我往的 都要给对方面子 这次自己也有过错 用力太猛 也不要九仙门给什么说法了 让我在九仙门住下 休养好 每天来个十几客 先担灵要来疗伤 大家就当无事发生 法度长老 还有些犹豫 但边上的人意和解 这事情 也没必要惊动掌门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太穷门也有弟子 受到邀请 那便跟真掌门 住在一个院子里就是 关键的是 这位真掌门不过练气气修为 还能翻出什么浪花不成 法度长老 这才点了点头 落神风促 成片的建筑 一棒陡峭山峰而建 亭台楼阁 石管水泻 正房香五油廊 或小巧别致 或轩骏壮丽 法度真人汇报着 前日山门前骚乱的经过 敢不走河图 就让他待在轻舍不得外出 具体该如何处置 还请掌门 定夺 度先真人 捋了捋胡子 赠掌门 虽是练气气 但毕竟乃一派之主 还是白松真人的失职 不可鲁莽冒犯 法度还想再说些什么 你已是化神妻 怎还如此暴躁 修仙之人讲究机缘 既以上山 便与咱结下先缘 缘不可破 只能顺其自然 太穷门的女修 是个千年难遇的修仙良才 天资在交换声中 鹤立鸡群 这半年要悉心教导 让其有所突破 方才是正事 法度一听说到太穷门交换声 心里不由一抽 这才是我头疼的原因啊 二十几号修士正练习 刚刚学习的玉木爵 这些修士全是住机器 来自各个仙门的都有 清明不乐意跟这些人 一起学习九仙门的仙法 他想跟掌门师兄在一起 在离开了河图一个时辰之后 开始付诸行动 打算预保飞行 去找掌门师兄去 在十一岁的清明意识里 根本没有所谓团队 如果有 他的队友只有掌门师兄 正在法度 苦恼怎么办好 一只大手猛地拍在其肩膀上 清明这小姑娘 可是走过练魂桥的奇才 各大门派真相收徒 若是在你这里半年学无所成 九仙门的脸可就要丢尽了 法度气得牙痒痒的 你要是来看笑话的 慢走不送 甲九老开心了 咱俩这交情 我怎么会干这种遭雷批的事 这次过来 是跟你出谋划策的 法度当场来的精神 有能让他好好修行的办法 河图从甲九身后 窜了出来 现成的陪读在这里 保证事半功倍 法度血压狂飙 不是令你不得 踏出轻射半步 否则就要被逐出山门吗 河图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那主要是因为 杜仙真人来找他 并且传达了一下 希望河图也能参加到 这次训练中的意思 杜仙真人对此事很重视 亲自来找了河图 委婉地提了要求 河图当然没问题 一口答应下来 清明见到掌门师兄 亲情又回到了正常职 甲九推了推法度掌往 随着旗指的方向 两人都是大感震惊 清明在河图的注视下 一下子就学会得欲怒诀 小树从身后疯狂生长 不一会就开花结果了 那已经不是震惊 而较惊恐了 有一位十一岁的 仙才出众的女修 只用了两个时辰 就学会了玉木爵的事情 在整个九仙门 很快传开了 就算是仙才出众的紫阳真人 当年也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才学会这门法术 一天的时间学会 已经轰动了鼠山逍遥宫了 搞定出行问题的两人 又聚在一起胡吃海喝 在九仙门住了快一个月 清明的修为也大为精进 就连大普算数 都上了一个档次 不过找师傅 这件事情上 还是没有任何的进展 就在河图和甲酒 每日吃吃喝喝的 第三十天里 有个消息 让事情出现了转机 九仙门发来通知 邀请清明 跟着那些外门经单器的修士们 一同进入参仙谷 甲酒一听参仙谷这地方 那可是相当聪明 乃是属于 九仙门的先灵宝地之一 先不说 遍地的天才地宝 真气灵寿 最厉害的是参仙谷中 曾经有在世仙人 在古中飞升留下的仙人移退 修士若是成功渡劫之后 将会成为在世仙人 在世仙人在一定时间内 就需要飞升仙剑 飞升是没有办法 带上肉体繁胎的 而留在神舟的肉体繁胎 会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 消散于天地之间 只有当天时地利人和 从在 以及有足够修为的 大能布下阵法 才能将肉体繁胎保存下来 这也就是 珍贵无比的仙人移退 甲酒越说越起 甩了一下分神的合图一巴掌 想要保存仙人移退 需要天地灵气 积极充沛才行 参仙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进入参仙谷也是有危险的 参仙谷中灵气充裕 免不了一些小动物 借着灵气充沛 会修炼成妖 一般情况下 不会第一时间消灭 而是就地圈养 等到修炼金丹之后 再杀了取妖丹 更有灵兽遍布 这些灵兽 虽然不会 无缘无故的攻击修士 但也说不好意外情况的发生 仙人移退附近修炼 或是修为大为精进 或是领悟神奇仙法 但是也不能在谷中 待太长的时间 待的时间长了 就算是化神大能心静 也会受到影响 仙人移退上的仙气 也不是 未度节的修士们 能够长时间领受的 合图自然不会拒绝 这种有好处的事情 不战浪费 甲九龄醉前 说的最后消息 则让参仙谷成为了寻找师父 天众真人的关键所在 这参仙谷中的仙人移退 让清明小道友 到仙人移退的边上 再用大补算术 没准能有意外收获 四日早上 合图就已经带着清明 现一步来到参仙谷入口 掌门师兄 那边便是参仙谷 咱们要怎么过去 九仙门的结界 是依靠限制辅导完成 故山大镇 让人无法预保飞跃深渊 只要手握气印 就能召唤相应辅导 结界自然就解除了 合图手握气印 对准石块吆喝一声 目标参仙谷 清明算是长见识了 真的过来了 这是什么原理 合图率先走上扶石 清明紧跟着师兄脚步 道理很简单 就像坐电梯 每个气印对应相应楼层 按下哪个按钮 就到哪层 方便快捷 两人一路无阻 进入参仙谷 这地方确实灵气充沛 总感觉有种诡异的不祥感 掌门师兄这浓雾 有点像当初玲珑菊虚境中的 虽然灵气充沛 可一旦进入呼吸都很艰难 合图点点头 把手伸入道袍里面 不过这次不同前面 我也有法器了 来试试新鲜出炉的 乾坤无极砖的威力吧 合图举着砖块 靠近灵气迷雾 如冰玉到火一般消散开来 这块砖 是咱家院墙 踏了掉下来的 假酒真人说过 越低级的材料 越容易练宝 虽然品阶低了点 能用就行 清明崇拜地看着师兄 这迷雾是等级不低的结界 师兄练制的低阶法器 竟然能驱散它 参仙谷中树木繁多 藤蔓密布 阴暗潮湿的 就像是雨林一般 偶有飞鸟振齿 走授齐鸣 但也说不上 阴森恐怖的感觉 忽然有一道 酥酥麻麻的声音 叫住了河图 蜘蛛惊慌化出人形 一副慵懒的身姿 让人垂涎欲低 小狼君在这里做什么 妾身生在参仙谷 可不是只懂得 吃人的粗俗妖物 春宵苦短 如此俊俏的小狼君 何不与妾身找些乐子 等天亮再赶路 有一说一 你的眼光真不错 妾身会让你愈仙愈死的 蜘蛛惊慢慢靠近河图 嘴上一直说着挑逗的话 忽然脸色一变 嘴上冒出满嘴尖牙 朝着河图脖子而去 清明喊了 声掌门师兄小心 就要寄出法宝之计 一道庞然大物 从土里急射而出 一口咬住 蜘蛛惊吞入体内 庞大的妖气 散发着恐怖威压 一只足有数十米长的金丹 修为巨蟒蛇腰睁着 血红眼睛盯着两人 清明一眼 就认出眼前之物 是金丹气的九尾灵蟒 何图一脸无所谓 还在想着前面的蜘蛛惊 本来还想多跟他玩一会儿 九尾灵蟒张着血盆大口 咬向两人 何图不禁返笑 让清明往后退去 自己孤身上前 挡住了灵蟒 追击清明的道路 灵蟒也不客气 张嘴就扑向了何图 准备来得一口闷打崩萃 你这套对付 临终其他妖物堪称厉害 但是想对付 我就大错特错了 一块板砖出现在手中 带着雷霆之力 砸在九尾灵蟒头上 金丹七妖兽 当场隔屁 何图叹了口气 这畜生倒是狡猾 死之前毁了金丹 不然还能给小师妹比 何图沾了沾蛇腰的血 抹在了清明脸上 这九尾灵蟒 怕是古中妖物之主 用他的鞋 掩饰咱们的味道 一路会少去很多烦恼 两人在古中逛了多时 清明占卜不出来 仙人一退的方向 何图感受着 参仙谷混杂的灵力 恐怕就算白松师叔 驾到也也算不出 不过别人不行 不代表自己不行 何图随手捡起一只树叉 甩在地上高速旋转起来 遇事不绝靠机缘 是我们的总归跑不了 清明对掌门师兄的做法 感觉没什么奇怪的 反倒是认为就是对的 树叉在其中一个方向 停了下来 何图就着树叉方向一直走 直到走到一个迷雾很重的地方 乾坤砖这次也失效了 连法器都无法轻易穿透的浓雾 这应该就是保护仙人一退的结界了 看来只靠乾坤砖是不行了 如果加上我们的力量 何图阴阴一笑 九仙门的前辈们得罪了 正午的阳光火辣辣 甲九僧人迷迷糊糊中醒来 四处张望下 何图小友已经不见综艺 怎么都走了 我记得聊得挺开心的 甲九真然好像想起了什么 摸了摸怀里的玉佩契约 额头不住 冒着冷汗 果然不见了 这些糟糕了 此时的何图滴柳着手上的乾坤砖 一板砖直接飞了出去 带着惯性之力 砸在迷雾结界之上 如纸壶一样 轻松破除了迷雾 拍了拍手上灰尘 清明看着结界就这样没了 掌门师兄 炼制的法宝 果然厉害 何图得意洋洋 甲九老头 不愧是五连剑宗的风 教的法子 有点东西 结界破了 势必会惊动九仙门 咱们动作要快些了 清明有些担忧 这餐仙谷中 妖兽众多 说不定也有 专门保护仙人一退的灵兽 跨到一半被迫打断 却听见峭壁之上 有一声怒吼传出 就见一只狮头 鹿角 五眼 弥生 龙铃 牛尾的麒麟 从洞穴中翻身而出 那麒麟腾云驾雾 朝着何图又怒吼了一声 两人面面相去 这嘴是开过光了 说什么来什么 元英七的麒麟 可不是清明能对付的 这家伙可不比一般妖兽 你往后退 元英七的修饰 都未必是我的对手 何况 你这畜生 麒麟从峭壁之上 一跃而下 何图急盯着此物 乾坤砖闪烁着淡淡紫气 面对扑向自己的麒麟 何图咧嘴一笑 手上有砖心里不慌 麒麟正面挨了一记 倒在地上一时墨爬起来 突然半空中云层翻滚 隐隐有雷光乍现 何图一看自己的炼气之狂跳 再来几下 就该降临天节了 麒麟晃了晃晕呼呼的脑袋 在何图的注视下 又重新站了起来 那麒麟本就愤怒不已 当时就怒吼一声 藤云驾悟着 就朝何图冲了过来 何图侧过身子避开 糟了 一不小心没有控制好力度 又招来天节 清明听从师兄的话 往远处跑去来避开这天节 见控制不住了 何图索性不再隐忍 举起手上乾坤砖 注入大量灵气 对着麒麟 黑黑一笑 没见过这种自损八百的招式吧 一道散发毁灭气息的天节 狠狠杂落在参仙谷 远处众人感应到天节气息 来到此地 有人在参仙谷渡劫 法度长老率先按捺不住 不管了 保护仙人一退要紧 不料参仙谷有结界阻挡 法度长老被聚在谷口处 怎么回事 参仙谷的结界不是被破了吗 杜仙真人摇了摇头 原来的结界确实被破了 现在这个并非我等所设 掌门 谁有能力在九仙门护山大阵下 私设结界 假九真人心里搁淡了一下 不会是那臭小子吧 杜仙真人开口打消了众人的遗物 这结界却是我九仙门的阵法 只不过是三千年前就固制好的 众人未知一阵 三千年前布下的结界 自己突然出现了 这不可能啊 杜仙真人伸出手掌 感受着结界的波纹 这不由得你不承认 三仙法阵已经启动了 阵内的河图抛了抛手上的乾坤砖 嚣张地挑衅着麒麟灵兽 怎么样还来吗 好歹是原音七的灵兽 怎么一点也不抗托 此时的麒麟灵兽 把头埋进土里示意自己认输 清明指了指原先麒麟守着的洞口 那洞口中有不寻常的灵气透出 仙人一退 应该就在那里 两人进入其中 这栋好小 那么宝贵的仙人一退 就藏在这 找到一退 凭我的修炼值 一口气突破都不是没可能吧 清明指着前面发光的仙人一退 那是一个像是寺庙里大佛一样的人身 浑身上下 通体散发着白色的光芒 河图估摸着 那就叫仙气了 特效还是挺不错的 要是能配上嗡嗡嗡的配音 那估计能更有逼格 至于这仙人一退给河图的感觉 那就是没感觉 河图屁的感觉都没有 清明的感觉就大了 千真万确的灵力太强大了 这感觉就像九旱干裂的土地 遇到一场洪水 清明被仙力洗刷身躯 一股酣畅淋漓的感觉油然而生 待我调膝片刻在做占卜 河图在一旁手上 免得那麒麟偷偷进来 什么老十字机缘 什么破烂一退 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希望大补算术有用 可以找到师父下落 才能勉强安慰我受伤的心灵 河图倒是 眼皮子打架越来越困了 想想直接跑到洞穴门口 洗地而睡 条件是简陋了点 也只能将救了 反正明天一早就能出谷了 到了第二天的一早 天边祭拜 可怜那麒麟 飞在洞穴外面不远处 看到河图跑到山洞门口 那时吓得浑身抖了三抖 却又不愿远离仙人一退 就这么战战兢兢地过了一夜 清明起来叫醒师兄 来时不过一百多的助机修为 短短打坐了这一个晚上 竟然就已经长到了 五百三百多的助机修为 那可是正常修饰 需要花费二三十年 还要服役灵丹妙药 才有机会修炼出来的 而这么快的修行速度 皆因在山洞之中的仙人一退 清明叹了口气 也没有算出半点 有关于师父添重真人的消息 师妹不用气馁 师父离开时间太长 算不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河图安慰了一句 清明倒也没有多沮丧 白松真人 化神境界不也算得不准 五月我们所见 也不过是师父的一段记忆 清明又一次开始使用大补算术 算了一阵 有一处能出谷的大阵所在地址 河图与清明协商一下 便决定直奔清明所说的 出谷大阵的地方 出谷大阵所在并不是很远 整个参仙谷 本身就是保存和保护 仙人一退的大阵 这一路上别说妖兽了 连头野兽都没见到一只 这些动物 无论是普通还是成妖的 对于危险最是敏感 一只人就要敏感得多 定是察觉到了危险 才会远顿而走的 走了约莫一个时辰 便在清明的带领下来 到了一处巨大的空地 空地上画着一幅巨大的棋盘 棋盘上摆放着黑子与白子若干 显然是一幅下了一半 还未结束的棋局 那看上去就像是放大了 数倍的围棋一般 而这棋局在河图看起来 是有名字的 此局名为飞仙落成天 这名字一听就很大气 又是飞生仙人留下的棋局大阵 那真的是又大气又牛皮 不过在河图眼里 这个名为飞仙落成片的棋局 却没有任何的神秘感可言 因为在河图看来 棋盘上都标注了 一二三之类的数字 在棋子上也标注了 同样的数字 这就是飞仙落成片的 正确解法 那感觉就跟开了挂一样 河图朝着堆放棋子的地方 走了过去 抱着一枚巨大的白色棋子 稳稳当当地落下了 第一枚棋子 这棋局历代 九仙门弟子 都有来尝试破解 想来那位棋先 也不可能故意 设置伤人的陷阱 来对付九仙门弟子 参仙谷有一栋 杜仙真人也是大为吃惊 很快带了九仙门的 长老堂主们 就赶到了谷外 仙人移退 是有多重保护的 除了维持 仙人移退的大阵之外 还有灵兽在旁看护 但凡有人破坏结界 九仙门都能第一时间知道 假九仙人和九仙门中的人 看到了河图所在的地方之后 脸色都有点不好看 这是九仙门齐仙的 飞仙落成片吧 大家虽然惊讶于真掌门 竟然在破飞仙落成片的棋局 九仙门对于这棋局 简直太熟悉 破局的方法 其实早早就有人破解出来了 唯独这件宝 让每个特定的棋子 对应特定的地方 这是真的解不开啊 掌门 应该速速将真掌门 接引出谷才是 这局万一被破 杜仙真人看着棋局 也是一惊 若是被破那便是机缘已至了 休要再说了 况且 三千年都没人能破局了 你担心什么 两人正用神识传音说着话 却见到混元镜中 白光闪现 那白光正是由 河图落下最后一子之后 棋盘上闪现而出的 正在议论着的修士们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真的破局了 棋盘之上白色的灵气 冲天而起 那特效 看着也是没谁了 而地上的棋盘 却渐渐模糊 随后 消失不见 就在河图以为破局完成 可以出谷的时候 却又见到脚下空地 再一次闪烁白光 紧跟着眼前景色虚晃起来 脚下的白光 星星点点地组合在一起 竟是硬生生地 形成了一座小屋的模样 白光散去之后 一座砖瓦房 竟然出现在了河图的面前 不过最后一点白光 没有散去 而是组合 成了一个人形 那人形盘腿 坐在屋前 那身形体态 让河图觉得颇为熟悉 这身形体态 可不就是之前在山洞中 所见到的仙人一退吗 没想到这餐仙谷里 还有这么多神神叨叨的东西 但这可不是仙人一退诈尸了 而是类似于 先前在散仙洞主之中 所见到的 天虫真人灵魂碎片一样的竖法 所造成的效果 不过再是仙人的竖法 肯定不是那等低级别的东西 身处参仙谷中的河图 正听着眼前白光小人 如同观光导游一般的讲解 此乃我所谱写的情谱 稍后我会一个一个地弹奏 而每张情谱之下 都有一顶丹药 你若能在取弊之前 将所有丹药的名称 都辨认出来 写在纸上 这些丹药便是你的 那情仙说完 已经飘到了古琴后面 坐了下来了 合图拱了拱手 这些丹药 他在进屋的时候 已经全都辨认出来了 这这么丹药名称 都自动出现在乐谱上了 只有九首曲的时间 现在便开始第一首 那情仙说完话 已经开始抚琴 琴声悠扬婉转似有灵力 伴随着琴声透出 那情仙抬着头一脸陶醉 似乎颇为沉静的模样 前奏刚过陡然 听见琴音急转 越发高昂起来 合图听完前奏 就报了名称 琴仙曲子再变 还没弹动琴弦 合图对答如流 不一会儿 就把乐谱都写完了 抱着那九瓶丹药 在怀里呵呵 笑着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丹药 琴仙挥了挥手 眼前景象再一次地虚幻起来 如同水中波纹荡漾 就像之前一样 屋子化为了白色的灵气 随后又变成星光点点 当那些光点 重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却只剩下一片空白 就在合图左顾右盼之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其身后 来到其身后 轻轻拍了下肩膀 对着合图吹着耳边风 小伙子该跟我玩吗 光点 重新聚集成一间房屋 桌子对面 站着一女子 那人手一伸 面前就多出了一副赌剧 将头子抛入半空 手上竹碗准确接住 掉落下来的头子 这是最后一局 赌赢了便算你过关 怎么赌 猜大小 合图站到了赌仙的对面 赌仙用两个碗 将三个头子 全都盖在中间 猜点树 那女子也不说话 双手摇起了头子 确实一丁点摇头子的声音 都没有 随后将主碗放到了桌子上 可别用仙法作弊啊 给你两次机会猜答 十一 合图很快说道 我可是放了三个头子 如何能得一呢 合图一边笑着 一边伸手将碗掀开 你作弊就可以十一了 果然见到碗中 只有一个头子都是面朝着上方显示为一 那赌仙又将头子放入碗中摇了一遍 合图照样猜了出来 连续摇了好几次 合图也是猜的 没有半点错误 就算是想听音变数 赌仙摇头子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声音 想要作弊透视也根本就做不到 但合图却丝毫不差的 全都猜了出来 当第十次摇头子被猜出来之后 赌仙将赌具放了下来 感慨起来 三千年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赌仙说完 随后身形再一次消散开来 不过这一次 合图只是眨了一下眼睛 整片天地都变成了一片纯白 等再次睁眼 眼前赫然出现三个并排坐在一起 浑身上下发着光的人 齐仙率先开口 没想到突破我们三仙所设之局的 竟然是一个炼奇奇修士 行仙紧跟着说道 我们三人当年设下此三局 本就没有以修为高低作为条件嘛 炼奇修士破局有何不可 是啊 你的棋局 他的情局 还有我的赌局 可都破局神速 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这便是机缘一致了 看到这个虚境之后 合图已经大致猜到这三人的身份了 猜到不猜到 但出于礼貌合图 还是向三位行礼 看着眼前三个没有任何任务说明 难得虚影 自我介绍完毕 合图听到三人自我介绍之后 和自己心中的猜想 其实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合图坐在他们三人面前 三位仙人应该都不是本尊吧 几人点了点头 自然不是 我们三人早就飞升仙界三千年了 现在跟你说话的 不过是我们留在一退之上的一缕原魂神石 到的今日你破了三局 我们才能出来与你说上两句 我们三人的一退在九仙门中留了三千年了 也算对得起仙门 毁了不可惜 合图一下子有点范畴 仙人一退可是九仙门的质 现在却在自己破局之后 毁掉 九仙门不会把这笔账算在自己头上吧 小道友不用急 三局若破 一退便要回去 任何人不得追究 这本就已经告诉过九仙门地址了 三千年虽长 但也不至于忘记 合图捧了拱手 没说什么 这九十九级元看来 竟给自己惹麻烦来了 此时琴仙手捏一笔 轻轻一弹飞入合图体内 小道友既然已破三局 那我们准备的质保便赠送给你了 合图起身看了看自己 并没有什么异样 有点疑惑 是什么质保 独仙黑黑一笑 手一抬 指着身边的一切 合图一愣 怎么聊着 聊着还给我玩梗了呀 不过稍微一想 这说的不是梗啊 是这虚境啊 齐仙点了点头 这虚境虽然不大 但能随你身旁 心面所致 任意操控 其中玄妙你以后 慢慢体会吧 三位仙人 要将这虚境赠送给我 合图这次是真的吓到了 虚境这东西 合图听师父说过 神舟大帝 那绝对是稀有中的稀有 虚境属于一种小千世界 小的虚境规模不大 能够携带着它 那有乾坤可装万物 就算是人也能装进去 而大的虚境 就像五连建宗的 乾坤玲珑菊那种 而眼前的三线的虚境 显然是属于前一种了 因为合图明显能感觉到 这里的空间并不算大 小到有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稍后便送你出去 虚境会留在你原神之中 你稍稍运转灵气 便能感觉得到 差点望说 今后九仙门 若是有什么困难 道友若能帮衬 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帮衬一下吧 合图还未说话 倒是赌仙又补了一句 若以后能飞升仙剑 记得找我再玩两把 怎么赌随便你 合图这次回答的 倒挺痛快 合图话音刚落 眼前的天地便为之旋转起来 等一恍神的功夫 却见到自己已经站在 参仙古石门前了 而合图的面前是一众瞪大眼睛 望着自己的各门各派的修士们 清明小师妹就站在身边 一把扑进了自己怀里 众人看着太穷门的针掌门 这次可算是在九仙门内 出进了风头 戏份一下子有些尴尬 大家都望着自己 合图觉得自己总得说些什么 思来想去 合图才拱手说道 让大家当心了 原本大家都只以为九仙门里的清明 是一个千年难得一遇的仙台 至于炼七七的真掌门 那不过是即将衰落的太穷门 临时拉来的一个工具人掌门而已 但现在看起来却是大错特错 就光他在三仙所设三局之中的表现 奇异 剑宝 丹药以及最后的眼力和机缘 服务员方面的表现 就足以证明 这位炼七七掌门 在旁门杂学方面有着极深的造诣 尤其是剑宝和丹药 绝对是神舟大帝数一数二的人物 再说机缘服缘 对一个修士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比如一宝 大会和这次的九仙门参仙谷事件 怎么每次出风头的不是你 也不是我 偏偏就是太穷门的真掌门 和图最近有些疲惫 因为被杜仙真人拉走 问东问西的缘故 而有关于虚境的事情 杜仙真人并没有问过和图 只是说了一句 无论三仙赠与何物 九仙门都不会予以追讨 这一点还是可以跟真掌门做出保证的 还望真掌门可以放心 放心不放心 那是何图的事情 但是听到杜仙真人如此表态 态度很端正 何图还是比较欣慰的 这一次 参仙谷下来收获虽然颇多 但对于何图来说 真正关键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那就是师父天中真人 在散仙洞府里 写下的九仙门的原因 以及师父目前的下落 这才是何图最关心的问题 总不能说师父 提前算到了 有关于三仙局的事情吧 师父将自己指向九仙门 定然不是简简单单的 为了三仙局的事情 提前在散仙洞府留下讯息 就是为了让自己来九仙 门破局寻宝的 如果比做一场游戏 参仙谷根本就是支线 真正的主线可毫无定杂 到底是为何写下 九仙门三个字呢 就在何图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却收到了假酒真人的邀请 何图带着清明 一起去了主纷复约去了 说老实话 对于假酒真人的邀请 何图本来是不打算去的 但对方的邀请之中 又是美酒又是佳肴 还搞什么特殊烹饪法 灵气真活烤乳歌 这就没法忍了呀 内心虽然还在担心着师父的事情 但在假酒真人的餐桌上 何图还是很放得开的 假酒真人也是不甘寂寞的性子 酒喝上来了 话也就变多了 其中免不了的 要夸赞一下何图 机智勇敢 机敏过人 连三千年 无人可破的局都破了 光大太穷门 指日可待来 说不得 以后还能有和九仙门 争一争 争到魁首的机会 九仙门毕竟数千年 底蕴放在那边呢 而且何图对什么门派 争斗 没太大兴趣 能跟小师妹安安稳稳地修仙就可以了 假酒真人听到 何图有些小气的想法 也是笑了笑 喝了一口酒 这想法 虽然小家怎了些 但也还算正常 本以为 你这几日被人吹嘘得多了 便会自以为是的迷失方向 没想到你 还是挺务实的 何图炉内一笑 这假酒真人 果然是故意吹捧自己的 实际上是想看看 自己有没有飘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九仙门确实是底蕴身后 昨日夜里 我还看到几个人 在运送一些天才地宝 想来是要运养仙人一退 没准就要开启大镇 重新调换仙人一退的位置了 何图笑了笑 真人怎么知道那些天才地宝 就是用来运养仙人一退的呀 假酒真人捏了一个手绝 翻了翻白眼 大不算数 算的呀 九成错不了 何图听到这 筷子停在半道上了 参仙古麒麟洞 巨大的灵兽麒麟正躺在洞外 憨憨入睡 一具发光的仙人 一退盘腿坐在洞中 周身仙气环绕 这正是之前何图所见到过的 那具仙人一退 不过现在麒麟洞中 可不仅仅只有麒麟 和仙人一退而已 还有两个穿着一身全黑衣裳的人 头上戴着兜帽 隐藏 样貌和身形 其中一人坐在仙人一退的对面 正不断地将天才地宝 按照一定的位置 摆放在仙人一退的周围 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更换 法度长老挥了挥手 坐着的人手捏硬绝 很快在仙人一退的身下 一个小小的八卦阵 便开始闪烁白色的灵气光芒 就见到那八卦阵不断收缩 最后附在了仙人一退的身上 而周围摆放的那些天才地宝 也都开始慢慢粉碎 如此便能将这仙人一退带走了 只是离开这麒麟洞 你还在寻灵气充沛之地另做保存 不然这阵法也无法保存 仙人一退太久了 那人走到了仙人一退的边上 却突然之间停住了 站在其身后的法度长老 也很疑惑 速速带走 你要的东西离开九仙门 此事莫要与外人再提 却见那人指了指 仙人一退身后站着的量 越过仙人一退 顺着那人的手指 看向了麒麟洞中的身处 见到那边站着何图还有清明 法度长老张了张嘴 这才快走两步 走到何图与那人中间 只是半天也憋不出一个字来 倒是何图先拱手 法度长老好兴致 半夜跑到这里 估摸着是跟我一样 夜里睡不着过来 散心的 法度长老就觉得 好像一口气卡在嗓子眼里 散心 到参仙谷里散心 法度长老强压下 嗓子眼里的那股气 还算好声好气地 对着何图说道 此事乃我九仙门内部之事 还望真掌门莫要插手 不过真掌门半夜三更 出现在参仙谷中 还想问问真掌门 怎么穿过石门呢 推开门走进来再关上门 大概就是这么个流程 不过破三局后 仙人一退便会破碎消失 这本就是三仙的本愿 九仙门拿着三仙的一退 修炼了三千年 该放手的时候 还是放手吧 何图也是好声好气地劝说 毕竟这个法度长老 并非是想要 将仙人一退占为己有 而只是想为九仙门将 仙人一退保存下来 想法是好的 做法偏激自私了些 真掌门莫要说笑了 本以为你的 唐门杂学不过是小道 但没想到 你竟然也能算到我的谋划 实在是出乎意料 至于真掌门所说的三仙 本愿 那毕竟是三千年前的事 三千年后 时局不同 有些许变通 相信三仙本人在仙界之中 也不会怪罪于我的 法度长老一开始微微惊慌 现在倒是淡定下来了 何图本以为 他要杀人灭口什么的 却没想到法度 长老继续开口 真掌门 我不愿为难运 还望你站到一边 稍后 我会亲自将你送出参仙谷 随后去找掌门请罪的 何图笑着摆了摆手 看向了一直没说话 站在法度长老身后的那人 此事不及 倒是这位道友不知怎么称呼 倒不是何图客套这么问 而是他真的没看出来 这人是谁 法度长老的人物属性 都清清楚楚 唯独这个人身边没有半点说明 法度长老身后 那人往后退了一步 看着何图左右思量 何图算是明白了 只要是实体的东西 都有说明 就比如之前 卢人真人的脸偶分身 都有人物说明 但要是遇到记忆 原神等等 这些精神层面的 虚无缥缈的东西 那就没有说明了 眼前这人估计 也不是真人在这里 而是类似于 原神分身一类的存在 此事既然有外人 我便不再久留 仙人一退的一条 胳膊我就先带走了 那人上前一步伸手 就要去触碰仙人一退 但一块砖头 飞速地朝他脑袋 刮子砸了过来 砖头当然是合图扔的 法度长老本想出手 但那砖头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他画神奇的境界 竟然硬是慢了半拍 那砖头卷起的灵气 擦着他的指尖 飞过 不知道为何 那一瞬间 突然有一种感觉 如果刚才手指 碰到这砖头 他的手可能就没了 几乎就在 法度长老这个想法 刚刚出现的时候 那砖头已经砸在了 法度长老身后的那个人 那个人手 还没碰到仙人一退 砖头就已经命中他的脑袋 随后便听一声巨响 还有灵气 在麒麟洞中爆炸开来 就见到原先 站在他身后的那个人 身上的衣服 已经破破烂烂 浑身伤痕地 嵌在岩壁之中 不过 伤口并不血腥 反而看到的 是白色不断消散的 灵气光点 法度长老惊骇不已 身前那人 虽只是原神分身 但拥有原神 最少也是原因境界 真掌门着一砖头 就把原神分身重伤 又能在参仙谷中 出入自由 莫非真掌门 是隐藏实力 但他分明是炼气漆啊 这不得不让 法度长老怀疑 这河图 难道是 打着九仙门 仙人一退坏主意的 回身就拽着仙人 一退玉宝就飞 就见他踩着一把仙剑 速度极快地 朝着外面飞了出去 身后有砖头飞来的声音 法度长老显之又显地 规避了过去 一个巨大的葫芦 正朝着他猛追过来 法度长老 你跑什么跑 跟我假酒一起喝几口 葫芦上站着的人 赫然就是假酒真人 一边追一边 还不忘嘴巴里说两句 不过河图 已经没去看假酒真人 和法度长老 这两个化神 大能地追逐战老 主要也是因为 他不能飞啊 走到了那个 现在岩壁里 原神分身的面前 刚开口问话 那原神分身倒是笑了笑 夺天绝 没想到 又一个太穷门的人 那人才刚说完 清明就对着 河图急切地喊道 掌门师兄 他见过爹点 河图点了点头 太穷门的夺天 绝传人可就只有三人了 这人见过天众真人 不过河图 看他那意思和口气 似乎是近期遇到的 道友到底是 何方神圣 以前见过 我太穷门的人 不过是茫茫众生中 追求天道的 一个普通人而已 那人半张嘴带着笑 不过那笑容 河图觉得很贱 说的话 那就更贱了 这人明显不打算合作 河图给清明 使了一个眼色 清明点头会议 很快闭上了眼睛 手捏硬绝 大补算数 几乎也就几秒钟的时间 能算到的 不多 但他是天宫的人 河图觉得有点可惜 清明的大补算数 还是差了一点 清明刚刚说完 眼前这人 却是一脸 惊讶的表情 单手捏着 并绝 另一只手突然变长 直奔远处清明而去 携带着原音修为的一击 就快得手之际 河图第一时间冲上前去 伸手就要去抓他 不过手掌在抓到 对方手腕的时候 河图眼前的世界 却突然好像 被拉走了一般 几乎转瞬之间 穿过万众千山 跨过千条大河 直到见到一处 高耸入云的山峰 那山峰之上 立着一座高塔 直通天际 却有一个老人坐在顶端 眼上戴着黑色的带子 遮住双眼 在他的身旁 开始出现人物角色蓝 但那人物角色蓝 只是渐渐显像 都还没能看清楚 河图的身影 却被陡然拉回 掌门师兄那元神分身消失了 河图有些纳闷 不过天宫是什么仙门 不仅没听说过 也没有见过 按理说 都能元神分身了 这样的大能所在的门派 不可能默默无闻啊 莫非是邪魔外道 河图也不多想了 回头去问问 甲九真人 这天宫绝对 不可能无名无姓的 胡思乱想之间 甲九真人 已经和法度长老 在天上打得几个来回了 那打得砰砰 轰轰 不论音效还是视觉特效 都是超越大片级别的 那好看的 就跟放烟花似的 河图干脆拉着清明 就在麒麟洞门口 坐下看烟花了 甲九真人 这次黑黑一笑 单手一翻 法榜出现 随即寄了出去 赋仙所 跟着法度长老来回穿梭 还是没能逃过磁堡 结结实实捆成了的大洞 这么大的动静 九仙门中 当然不可能 一点都不察觉的 杜仙掌门 带着门下 众长老齐齐出现在参仙 法度长老被罚去 主峰峰顶一百年哭作反思 河图则又去了 杜仙真人的掌门居之中 这次是河图主动去的 这次来是想把事情 给问清楚的 看着剩下的仙人 移退自行消散 杜仙真人 似乎早就知道 河图的来意 并不惊讶 杜仙真人 与河图客套两句 随后挥手 让身边的人全都下去 屋子里 只剩下河图和杜仙真人了 杜仙真人 直接开门建山地问了 真掌门是来问 和法度长老一起的那人吧 河图听到杜仙真人这么直接 心里算是有点底了 法度长老是不愿意说吗 杜仙真人摸着胡须 那要看真掌门 想问什么 除了那人之外 老道会尽量回答 真掌门的问题 还望杜仙真人 告知天宫 是什么仙门 杜仙真人稍稍停顿 但也还是如实相告 天宫乃是介于 仙界与神舟之间的仙门 算是半只脚踏进了仙界 自然算不上 神舟的仙门 天宫虽在神舟临山之上 但严格来说 算不上神舟的仙门 更像是天界仙人们的代言人 天宫在神舟的掌舵人 必须是暂时仙人 门中人是不能入室的 这里的事 指的可不仅仅是凡尘所事 就连修真门派 也一概不会有所接触 只有每十五年会 举办一次仙缘大会之计 其中 门人才能提前五年入红尘 便寻天下还未入仙门的凡人仙台 但这天宫并非是将 位入仙门的凡人仙台给收入天宫 反而是将他们聚到一起 再由其他仙门过来挑选弟子 这也就是每十五年 才会举办一次的仙缘大会 想要参加仙缘大会的仙门 都可以去临山参加 无论是邪魔外道 还是所谓正道 都可以参加 毫无限制 一视同仁 但仙缘大会可不仅仅只是如此 还会从这些被挑选的仙才 以及那些毛遂自荐的凡人 还有其他仙门推荐的仙才之中 挑选一位仙才最为出众的人 赐予一道天道本源 凡受过天道本源仙 才全都能修炼到金丹七 不仅如此 现在排在上名号的仙门 比如九仙门 五连建宗等掌门人 全都是当年受过天道本源的人 听完了杜仙真人的描述之后 河图炉内都不禁开始一营 不过河图仔细一想 自己上次在太穷门被子雷批到的时候 好像特吗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河图依然没有明确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杜仙真人虽然态度和暗 但愿意说的话已经不多了 关于天众真人的事情 五年后 仙缘大会上 我会向天公问及 若有消息 便会通知你 清明小道有上显年幼 古语还须雕琢 若不嫌弃可 在我九仙门多修行时日 何图爽快地拒绝了 对着杜仙真人行礼 就准备告辞了 因为师父知道 自己一定能够先进入散仙洞 并且看到他留下的讯息的 而写下九仙门 也并非是让我们来寻仇 或者是 他曾经到过九仙门 所以留下讯息 让我们来寻他 其实是想让我们留在九仙门 何图一开始 还以为师父 是不是算到了自己来九仙门 会有大机遇 破三仙 三局拿各种好处 所以才引自己过来 但和杜仙真人交谈之后 何图却觉得事情并非如此 师父是让自己 带着清明来九仙门寻求庇护的 如果答应杜仙真人 留在九仙门的话 五年后的仙缘大会 自己十有八九 也没有办法去参加的 何图拱手谢过 想了想 又郑重地双手合抱 对着杜仙真人鞠躬坐衣 随后头也不回地 带着清明离开了 只剩下杜仙真人 独自坐在掌门居中 望着何图离开的背影 沉默不言 过了好游 杜仙真人摸着胡子 又望向了何图离开的方向 叹了一口气 天重 你有个好托 何图带着清明离开的 九仙门掌门居 随后回到了屋子里 哭作了一整天了 清明一直在边上陪着何图 也不言语说话 到了第二天 何图才缓缓地说了一口气 清明在边上睁开眼睛 微微歪头看向了何图 阳光从东窗进来 被镂空细花的花纹 筛成了斑驳的淡黄 混着房间内些许灰黑 在屋中布下压抑的氛围 掌门师兄想好了吗 清明轻声说话的声响 打破了屋中的压抑 被窗户里的昏黄的阳光 落在清明的额头上 他虽面无表情 但何图看着他的脸庞 却也觉得有些许的温暖了 决定好了 我要上灵山去天宫 何图犹豫了一下看向清明 虽然我想让你留在九仙门 但我也知道不可能 你跟着我上灵山天宫的时候 得一切听我的 若有危险 第一时间躲进我的虚境之中 两人正说着话 却听到窗户外面 传来假酒真人的声音 灵山都还没从天上飞下来 你俩还能白日飞升登天不成 你俩胆子也大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敢议论天宫 何图听到假酒真人说的话 突然想到 自己遇见修饰也不少了 好像还真的一次都没听到 他们口中说出天宫两个字 何图回过头 就见到假酒真人站在窗户那边 原来你在屋子 之前就听人说你回来了 却不应声 我还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想上灵山雷等先缘大会 灵山自然会下来 记得提前来 场面很壮观 倒是你们两个 可不要随便在外面 谈论灵山天宫 这灵山天宫 在神州最近先见 若英自己在外人前了一两句话 沾上阴谷 于日后 成仙不利 那可真追悔莫及 假酒真人 又伸手摸到了怀里 很快拿出了一本 皱巴巴的书籍 我也没什么东西 送你做鉴别礼物 就送你一本 炼气护体的法文 虽然只是炼气漆 但也该学学炼气护体的功法 何图接过书籍 上面写着五连剑踪秘籍 灵气护体 这并不是什么 高深的法术 清明之前就已经学会了 酒仙门的灵气护身了 这一本倒是 五连剑踪的灵气护体 正所谓礼尚往来 我送真人一句开场白 下次出场就这么喊 仗见红尘 已是颠 有酒瓶不上星天 游星系逗弄日月 醉卧云端笑人间 除魔为道人世间 唯我酒见仙 何图说完 假酒真人嘖嘖嘴 诗诗不错 但你这也太长了点吧 而且 也没有报我假酒真人的名号 假酒真人将一瓶酒 葫芦喝光了 将桌子上的酒都抓起来 熟时倒是留下来了 走了 五年后 灵山等你来喝我的酒 何图倾笑出声 一言为定 假酒真人走远了 就听窗户传来了 嘹亮的喊声 念的 却正是刚才和图教的那首诗 声音渐行渐远 随着最后一声酒渐鲜 却已经看不见 假酒真人的声音了 清明小师妹 看着窗户外走远的 假酒真人 回头看向了何图 掌门师兄 我也想要诗 回去苍山教你被唐诗三百首 河图与清明隔天 词别了杜仙真人 还有假酒真人 随后驾驭着砖头 带着清明飞远了 悠悠的鼓息 涓涓的流淌 岩石被溪水冲起的 颇为光滑 邓静的水面 映着湛蓝的天空 一对对展翅的大雁 匆匆飞过 前面就是苍山 还是一样的秀礼 两人走在苍山脚下 朗读着唐诗三百首 一阵熟悉的声音 在附近响起 两脚轻摇 发出脚踝间叮当轻响的女子 却正是 曾与河图有过两面支援的仙 就见到魔门 妖女挡在路上笑眼盈盈地 望着河图与清明 公子 仙一直在等你 此时的仙的心态 发生了一些变化 游戏人间加二十河 河图一看 痘大的汗珠流了下来 这些魔妖女 还玩起来了 这魔宫仙在这里做什么 仙微微抬手掩脸 似有些许羞涩神情 公子别担心 此次只有我一个人前来 没带帮手 河图伸手先拦住 就要上前的清明 先问清楚情况再说 仙儿忽然把手伸定衣袖 河图误以为此女 又要寄出法宝来 率先快步上前 先下手为强 总不会吃亏 仙儿甩出一个木头盒子 就往其身上砸去 河图收回手上板砖 顺手接住了抛来的木盒 仙儿也是费了好大的功夫 这才查到些许蛛丝马地 或许能对公子有些许帮助 仙儿说完 河图略带疑惑地 看着手中盒子 这是师父的 河图看了一眼盒子 锦盒 天仲真人的借据 这是天仲真人 在多年之前写下的借据 河图挑了挑眉梦 什么意思 叫我们还钱的呀 河图将锦盒打开 里面就只有一张 被撕了一半的字条 因为只有一半的原因 只能见到 天仲真人 找一个叫做 万灵巨士的人借了东西 约定三年后归还 落款时间是十年前 日期早就过了 就是不知道东西还了没 如果还了 说明 这万灵巨士在七年前 见过师父 若是没还 也能去找万灵巨士 了解一下情况 就是有被别人 抓着要东西的风险 公子现在是不是在想 这万灵巨士是谁 仙儿一只手捏着衣袖 就像电影青蛇里 王祖显眼的白素 珍常会做的那般动作 这万灵巨士 乃是神州大地 有名的散修 世人皆知他的住所 却无人能得他指点 这万灵巨士 并未在居所外面 设置阵法 也从未阻拦过旁人过去 甚至敞开大门 随意进出 何图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样的散修 他为何如此 就算是和邪魔外道 势不两立的亲民 此时 也被仙儿所说的话给吸引 情不自禁地问道 这自然是与他自己 修为有关 两百年前 这位万灵巨士 就快要杜劫了 两百年过去了 恐怕这位前辈 距离杜劫 也就一步之遥了 这位前辈 高人有个怪癖 就是喜欢跟别人换东西 他大门洞开 任谁都可以来 请教他 但请教他之前 需要先跟他换一样东西 若是寻常换物 也就算了 但他偏偏能看穿 你最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 正因如此 很多羞士 过去请教他 最后 都因为不舍得 自己心爱的物品或者人 最后只能无功而返了 也不是没有人 想动歪脑筋的 但你也得想想 对方都快要杜劫的人了 除非来个再是仙人 谁能打得过啊 何图听完仙儿所说的话 算是明白他为什么 不自己去找万灵居士自己 继续调查天众真人 反而来找自己了 你想把我当枪使 何为 当枪使 仙儿冷了一下 对于何图随口 冒出来的太过于 现代的词语 有点听不明白 你就是想利用我 带着这个借条 去找万灵居士 要解问题 必有损失 这样损失的 只有我 等问到情报了 再抓住我 严刑拷打一番 这样就什么损失也没有了 可以继续调查 师父添重真人了 何图一口气说完 气氛已经剑拔弩张了 如果不是何图问着 清明这时候估计已经出手了 公子说笑了 我确实是想让你去万灵居士难 但却不是想让公子损失什么 而是想让公子去破局 公子不是前不久 才在九仙门破了三仙三局吗 仙儿眨了眨眼睛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何图没想到 消息传得这么快 几天魔宫的仙儿都已经知道自己破三仙三局的事情了 你就不担心我破了局 问到了想要的情报 就自己去调查了 何图也笑了 没想到对方这么信任自己 说实话 三仙三局是开挂过的 这万灵居士整的这个东西 开挂 不担心 因为仙儿手上还有第二份情报 仙儿话音刚落 何图与清明几乎是一瞬间就动手了 何图一伸手就抓住仙儿的胳膊了 速度极快 丝毫不像是一个练气气修饰该有的 仙儿虽然也有反应 而且反应不慢 仇段第一时间就已经出腰 拦在两人中间 但是何图来了一个手撕法宝 那仇段被何图整个撕开 人已经栖身尽情了 剩余的仇段只能缠住了何图的腰间 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何图拉开 仙儿神色有点慌了 这是练气气 何图手忙脚乱的 将仙儿的仙段法宝 都给扯得差不多了 被何图与清明左右包夹着的仙儿 表情已经没有先前那骨子的慌张了 我现在没有法宝 也不会玉空飞行 完全可以不用看我这么紧了 何图笑了笑 伸出手将仙儿腰间的一块玉佩 给摘了下来 这是一个法宝 又从仙儿头发上 拿下了一只发单 这也是一个法宝 把仙儿全身上下看了看 都没有在瞧见哪里有法宝 行了 这下不用看你太紧了 何图笑了笑 像仙儿这样的筑机器修饰 没了法宝就飞不了 腾空而起的仙术 那都是金丹七以上才能学会的 仙儿起身就要抢回自己法宝 不料脚下一滑摔倒在地 随身玉佩从怀中跌落而出 跌跌撞撞滑到了清明脚下 清明顺手捡了起来 清明看着手里的黑色 阴阳鱼勾玉 从手腕上去下了一个袋子 袋子上寄的 却是一个白色的阴阳鱼勾玉 这是师父 天众真人抱着清明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放在清明身上的东西 也算是天众真人 为数不多留给清明的东西了 两块阴阳勾玉拼到一起 恰好九组成了一个日月阴阳图 这块日月阴阳图丝毫不差 显然原本就是一个整体 只是后来才分开了 合图看了看清明 又看了看仙儿 这两人长得也压根不像啊 那日在散鲜洞骨 我就注意到了 你也有与我一样的勾玉 只是颜色不同 当时并未在意 不过事后回想起来 我便调查了一番 正如你们所见 我之所以调查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很可能是我的父亲 听到这个回答 两人都是一惊 心灵脸色难看 就要动手解决这妖言惑众之人 合图挡在两人身前 希儿虽然说的肯定 也拿出了有力的证据 但合图还是不能相信 这个邪魔妖女会是天重真人的女儿 希儿继续解释 就是这个原因才调离诗书 孤身一人来寻合图 人 希儿把手一伸 想要回自己的玉佩 合图寻思着 这其中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将阴阳于勾玉塞进了自己的怀里 那边希儿一见到合图私藏 赶忙大声喊 你这是干嘛 拿走别人父亲给的东西 就是证到所为了吗 合图摇了摇头 神色自若 不是 现在开始不当证到就是 希儿还欲说话 但合图已经先一步说道 姑娘你也别挣扎了 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师父的女儿 就算你是 我也没理由眼睁睁 看着你回去几天魔宫 你若不是 那我更没理由放你走 合图一番话 说的希儿直接沉默下来 不再说什么了 但合图原先 相对希儿严刑拷打一番的打算 也都没有了 对方现在自称是师父的女儿 关键是还拿出了有力的证据 带着希儿一路返回了太穷门 合图才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 自己没有能关押希儿的工具 希儿虽然没有了法宝 但好歹也是住机器修士 就这么关在房间里的话 房子都能徒手给你拆了 关押是个问题 审讯也是一个大问题 自己又不能对希儿严刑拷打 看来只能用非常手段了 路上清明难得主动开口 把堪压希儿的任务 主动包揽下来 竟然让掌门师兄亲自牵手 这是不允许的 清明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一路风平浪静 几人顺利回到太穷门 希儿眼神锁过之处 都是断壁残垣 你们太穷门就没有好点的屋子吗 竟然要把我关在这种地方 希儿吐槽得正起劲之时 背后突然打了一个冷战 清明冰冷的声音传来 原来刚才吐槽的是 这丫头的房间 希儿无奈 她是知道太穷门有些寒酸的 但没想到 是那么寒酸 洗澡没有热水 睡觉只能睡地上 从小到大都是锦衣玉食的 希儿什么时候受过这罪 等到天一亮 对昨天的待遇深感不满 你们太穷门也太穷酸了 干脆改名叫太穷门吧 就在这时 外面风铃大作 随后便上头顶上的护山大阵 一阵阵的凌厉 波纹荡漾开来 看上去有点像之前 河图渡劫时候 天劫打在护山大阵上的情形一样 是有人在攻击护山大阵呢 希儿洗上眉梢 这估计是有人来救自己了 就见到在东门外 站着十来个穿着各异的修饰 大多是劫丹七和金丹七修为 为首的金丹七的修饰 顶着一个大光头 正拿着手里的一个巨大的铜锤 这些聚集在门外的人 却都不是集天魔宫的人 反而是一个叫做俘虎门的门派 河图记得 这也是一个属于邪魔外道的仙门 那个正攻击着护山大阵的金丹七修饰 看到河图与清零之后 笑出了声 随后又对着仙儿说道 不用担心 我现在就来救你了 不过河图已经朝着这边跑了过来 高高跃起 手里拿着一块砖 有紫色的雷电环绕在砖块周围 河图嘴中念念有词 但那些俯虎门的修饰们 并没有听得太清楚 从嘴形式猜测 该不会是什么厉害的法觉吧 直到河图的身影越来越近 他们才听清楚了一些 控制点力度 控制点力度 河图是这么自言自语的 轰得一声巨醒 有紫色的雷光在沧山脚下轰然炸开 雷杰的威力 自然不用多说 场上只有河图站立其中 连衣服都毫发无损 哎 还是没控制好力度 一砖下去 把十来个俯虎门的结丹七 和金丹七修饰 一同送入皇权 值得一提的是 河图的行为 并没有对沧山的地形造成太大的破坏 沧山的一草一木 山山水水 对于天雷的象性非常之高了 仙儿愣在原地 这一个人 就把俯虎门的人都给解决了 还是金丹七的修饰 在仙儿被关押在太穷门的第五天 和图坐在太穷门后院小广场的椅子上 看着面前绑着袖子 皮柴火的仙儿 仙儿擦了擦额头的汗 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一口气就解决了 俯虎门的人 和图被问得有些烦了 开始催促起来 哪来那么多问号 快把那边的柴也披了 仙儿心情不是很好 以前 赞摩宫不仅从来没干过活 还一直有人细心伺候着 自从来了太穷门之后 柴是我披的 屋顶也是我修的 就连你师妹的衣服 也是我洗的 我也是你师父的女儿 凭什么区别对待 是因为我魔教的身份了 赞摩宫从来没有同龄人陪自己 所以总会偷偷溜下山 当得知我是魔教中人之后 大家都对我避而远之 何图适时打断了这丫头的回忆 过来帮我试一下烟花 这是一种能在天空盛开的花 清明的生日就要到了 我打算送她一场烟花 何图看了看夜空 没有月亮漆黑一片 很完美 今天小师妹十二岁生日 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以前没见过的 何图将手放在烟花上 随后输入了一点灵力 哄 整个烟花瞬间爆炸开来 各种颜色的火花 朝着四面八方飞溅 火花四溅开来 随后又发生第二次的爆炸 发出连串的轰隆隆的声响 绚烂的烟花 犹如花朵在夜空中绽放 何图感觉缺了什么 回头一看 正好看到躲在角落的仙儿 嘴里嘀咕着 有师兄真好 何图叹了口气 飞身跃到仙儿身边 仙儿疑惑地看着身边这人 怎么不看烟花了 何图从身上摸出一个 还没放的烟花 你这些天干了不少活 给你专门放的烟花吧 仙儿先是一喜 略带疑惑地 再次确认要给自己发烟花 望着天空的灿烂夺目的光辉 清明他会同意吗 清明拿着火把 从屋顶落了下来 只要掌门师兄同意 我便同意 虽然不是很高兴 但是清明照做了 将烟花摆好 然后拿着火把点燃了烟花 绚烂的烟花 继续在月下绽放 这是我收到的 最美丽的花 谢谢你何图 何图长一飘飘迎风而立 身后烟火逐渐消散 夜空正顺着天幕而落 仅剩些许的火红 你走吧 哪来回哪去 别在我太穷门 地头上带着了 歇尔有点不敢相信的 望向何图 就这么放我走了呀 歇尔飞身跃入漆黑一片的夜空 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没说出口 捏着自己的耳边的垂发 围过身子 朝着山下而去 逐渐消失在何图眼中 掌门师兄 你把他放了 听到清明轻声询问 何图点了点头 放了 他不愿说又杀不得 留在太穷门也是累赘 还看着碍眼 看着清明情绪有些低落 何图拍了拍清明肩膀 你放心 我会补送新的生日礼物 那就是师父的消息 我决定去找万灵居士 打听师父的下落 第二天的一早 天气晴朗万里无云 何图早早地起了床 清明已经收拾好了东西 何图与清明预保飞行 不过十来天的时间 便已经到了沃佛山了 在沃佛山佛头所在的山头 就见到了一个寺庙 立于山头所在 门外站着黑压压的一片人 这些人都聚集在寺庙的门口 有人排着对往里面静 但没多久就垂头丧气地出来了 何图与清明的到来 倒是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 大家只是看两眼就没看了 就在这时 寺庙里传来一声惨叫声 有人从里面飞了出来 重重地摔在地上 紧跟着有好几个人 从里面跑了出来 纷纷紧张地大喊 但那个飞出来的人 已经断了气了 那具尸体 很快就被人抬走了 混乱也不过就那一刻 其他人看上去 也是见怪不怪的样子 见到眼前一幕 就有一个外门弟子 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跟万灵居士义务 大多都会落在这个下场 因为万灵居士换取的是 别人最珍贵的东西 多数人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命 要是万灵居士要换我的命 我当场就不换了 没了命 还有什么意思 何图一听就明白了 这世界上 或许会有不怕死 不要命的人 像霓虹热血漫画里的一样 补上性命也要保护的人 但那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 大部分人还是惜命的 何图好像想到了什么 知道要怎么跟万灵居士换东西了 旁边原先 那位筑基器的修士 表情激动了起来 对着何图竖起大拇指 没想到 竟然能再次地遇到太穷门针掌门 这里的动静 自然引起了其他修士的注意 是那位破了三仙三局的针掌门吗 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了过来 三仙三局的事情 还有有人知道不少的 能破了三仙三局 那就已经是天大的本事 何图尴尬一笑 我可没说能破局 竟然莫名其妙让我插队 那些修士们 自然是无人反对的 而且还很乐见何图来破局 纷纷让开了道来 何图拱手卸了一圈 领着清明朝寺庙里面走去 卧佛寺前铺着青石板 打扫得干干净净 就连一片银杏树叶 也没有见证 里面坐着的书生打扮的人 手里拿着一本书 看得津津有味 封面却没有名字 万灵居士 穿着一身水墨色如衣 头顶竖着整齐的发际 套在一个精致的白玉发棺之中 虽然长相普普通通 但这生气质放出去 就让感觉像是一袋大儒的样子 那万灵居士看了 何图和清明几眼 你们师父多年前 借过我一样东西 至今未还 何图站着拱手 晚辈就是为此时来的 那万灵居士上下 打量了一下何图 不论你所为何事 限于我换了东西再说 何图从虚境之中 拿出了一瓶灵丹妙药 乃是秦仙送的九转还魂丹 何图将九转还魂丹 推到万灵居士的面前 没问题 我打算用我的命来跟你换 这是我能送出去的 最心爱之物 此乃一瓶灵丹九转还魂丹 就算是死了 只要魂魄还在弥留之际 都能就回来 这算是我的命与你交换 然后问一问我师父的事情 万灵居士笑着摇了摇头 单手撑着自己的膝盖 微微前倾身 这不是你心爱之物 我不要 心灵稍稍醋眉 有些不耐烦 那你想要什么 这已经是掌门师兄 最宝贵的灵丹了 万灵居士摸着胡子笑了笑 身后的古佛此刻 仿佛也跟着笑了起来 却见到万灵居士伸出了手 指了指清明 他才是你最宝贵的 若要换便拿他来换 万灵居士说完之后 卧佛寺大殿内的气氛 一下子有些凝固 河图并未回答 手掌握了卧拳 一拳直击门面 最后还是停了下来 将九转还魂丹 收到虚境之中 清明脸上神采飞扬 掌门师兄竟然为了我 差点冲撞了万灵居士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你身边的 河图挠了挠头 叹了一口气 刚才真的差点没忍住 万灵居士笑着回答 那你可一定忍住 我打不过你 来我这换东西的人 只要是我给得起的 对方都必须留下我所说的东西 所以清明必须留下 我这就告诉你 关于你师父的消息 河图听到万灵居士这么说 稍稍一愣 谁说我要换的东西 是师父的消息 河图指着万灵居士 我要的是你 这是你给不起的 所以我算破局了 万灵居士并未慌张 听到河图这么说后 拿起了折扇摇了摇 以前也有一些脑筋 转得比较快的 想要拿命来跟我换命 就像现在拿师妹换我一样 河图呵呵一笑 那他们可聪明了 算破局吗 我和他们互换一掌 他们死了我没事 算不得破局 万灵居士很寻常的语气说完 河图择了两声 那前辈这就不厚道了 摆明了欺负人 那晚辈先打前辈一掌 前辈再打我一掌如何 河图这样建议才刚刚说完 万灵居士看着他 闭上眼睛摸了一把胡子 还望万灵居士告知 万灵居士先前所说 打不过晚辈是不是开玩笑 万灵居士沉默了一回 伸手往怀里摸索 从怀里掏出了一只仓鼠 就见到那仓鼠 浑身上下毛茸茸的橘色的毛发 此时缩成一团 看到河图却瑟瑟发抖 你看上去不过练气修为 但我神兽惧怕你之子 想来我是打不过你的 你的真实身份 我也不愿多猜 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至于为何愿意帮你 其实是完成我一桩心愿 了结了我一个赌局 在此地设局百年 如今终于遇到你 这样能破局的人 我在神州 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事情了 河图一听万灵居士这个话 一下子有点紧张 和清明互忘了一眼 你师父天重真人 七年前想跟我借了一条命 你师妹的命 河图什么都想到了 师父借了什么 他都有心理准备 唯独没想到 师父来跟万灵居士 借清明的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